第941章玄黄空间 夜星暗道 难道这是玄黄灵气的气息 五九真神可是说过 感应到玄黄灵气的气息 那么玄黄空间就在附近 夜星顿时使用破虚神童 观察附近的虚空 顿时便有所发现 数百万里之外 有一个空间裂点 里面隐藏着一处空间 那至今至纯的气息 正是从那个空间裂点渗透而出 如果这至今至纯的气息 是玄黄灵气 那么 那个空间裂点通向的 便是玄黄空间 五大哥说过 玄黄空间中 有很多空间裂缝 还有空间风暴 连真神都难以承受 我的肉身坚固 生命力强大 遇到了空间裂缝 空间风暴也不怕 但其他的真神 就得绕着走 我若进入玄黄空间 定能甩掉那条尾巴 夜星顿时 便一个瞬移 到达空间裂点附近 身影一闪 便冲入了空间裂点之中 继承真神很快追至 立即便感应到了玄黄灵气 空间波动到这里消失了 一 是玄黄灵气 玄黄空间在附近 对方肯定是进入了玄黄空间 继承真神同样追入了玄黄空间 夜星穿过空间裂点 出现在一处光线昏黄偏缠的空间 下方是一眼看不到镜头的荒芜陆地 土地是红褐色 天空是暗黄色 天空中的空间裂缝 随处可见 并且在移动着 远处还有巨大的空间风暴 笼罩数千里 怪不得五九真神说 玄黄空间是未凝聚成型的空间 这里的确与其他的星路空间不同 许多石头山峰受到莫名力量的影响 都悬浮在虚空之中 并且陆地也并不稳固 大地上有一条条巨大的篝祸 将陆地分开 分成了无数块 夜星的破须神童能够看透一界 虽然在玄黄空间大受影响 已经无法看穿整个玄黄世界 但视力还是很好 足可看出上百万里 虽然这远远没看到陆地的尽头 但就夜星所看到的陆地 似乎是由无数块地面拼凑而成 夜星只是匆匆看了一眼 便准备继续穿梭虚空瞬移 结果却发现 这里的天地规则竟然与外界不同 它根本无法破开空间 换句话说 在玄黄世界 不能瞬移 夜星不禁反喜 论瞬移 它比不上真神中的强者 但是 论速度 它有神级上品的青云之意 确实不怕任何真神 青云之意出现在夜星身后 夜星全力飞行 速度全面爆发 搜的一下 便飞越虚空数万里 继承真神进入玄黄空间 立即向夜星追了上去 它的速度达到了一席两万里左右 但是比夜星还是差了一大截 并且 夜星仗着神体坚固 在玄黄空间赶急速飞行 就算是碰到了隐藏的空间裂缝也不怕 但继承真神不行 隐藏的空间裂缝 会瞬间将它切割成碎片 甚至是粉碎成生命粒子 就算继承真神能低血重生 空间裂缝杀不死它 但这也会损耗它不少生命力 如果连续被空间裂缝切割成碎片 也会有性命之忧 尤其是空间风暴 更是令继承真神忌惮 若是被卷入空间风暴中 哪怕它是三星真神 也得九死一生 难以活命 所以 仅仅追了几个呼吸 见夜星的身影越来越远 最终脱离了它的视线 继承真神放弃了追杀 回到了玄黄空间的入口处 玄黄空间 不同于任何一个星路空间 这里无法平顺移直接出去 离开玄黄空间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从初入口离开 继承真神守住玄黄空间入口 便能确定 击杀金奥阻难真神的凶手 必定在于玄黄空间中 至于如何寻找 金鼎神宗自然有其他的人手 玄黄空间无法与外界直通讯息 现在到了玄黄空间 继承真神便能联系到金鼎神宗的强者 他拿出通讯株 向金毛真神发出讯息 宗主 有重要事件汇报 玄黄空间某 只能慢慢寻找 玄黄空间十分广阔 想要处处寻找 需要很久的时间 但真神强者寿元三万载 不缺时间 可以慢慢找 玄黄空间才出现不久 寻找玄黄灵器才刚刚开始 若玄黄灵器不现身 找个几百年都很正常 当然 一旦玄黄灵器现身 被人所得 就没必要再寻找下去了 玄黄灵器乃大道本源 恐怕对于武道至尊 都有作用 极其珍贵 极其稀少 一个玄黄世界诞生 所有的玄黄灵器都滋养了整个世界 只有一缕玄黄灵器是那顿去的一 不会融入世界本身 有望被无者所得 所以 玄黄灵器被人所得 玄黄空间内就不会再有第二缕玄黄灵器出来 自然没有必要再找下去 虽说一个玄黄空间 只有一缕玄黄灵器 但玄黄灵器作为逆天之宝 也还是能够吸引无数的真神前来寻找 金茂真神等人 在玄黄空间寻找了几个月 虽然没有结果 但精神状态还好得很 心中期待着自己能够找到一缕玄黄灵器 突然间 通讯珠中有了讯息 金茂真神心中一亚 在玄黄空间中 外界的讯息传不进来 而玄黄空间内 金鼎神宗的真神都在附近 谁会用通讯珠和他联系呢 难道 是有玄黄灵器出现 金茂真神想到一个可能 心中便期待起来 拿出通讯珠才知道 原来是继承真神发来的讯息 金茂真神更是惊讶了 金茂真神坐镇宗门 若非有重要事情 不会前来玄黄空间 难道有什么大事发生 金茂真神立即给继承真神回了讯息 你怎么来到玄黄空间了 有何事汇报 玄黄空间出入口楚 继承真神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 才传去了讯息 启禀宗主 金茂少主在新宣城参加拍卖会 与人产生矛盾 被人杀死 左男长老追杀凶手至无影虚空 亦遭了毒手 第942章玄黄灵器 这消息对于金茂真神而言 好似晴天霹雳 金茂真神是七星蓝命 经历了七次涅槃 成为真神 生了个儿子 也是七星蓝命 将来也有可能会成为七涅真神 七涅真神是新元大陆数万年也难得一见的绝顶强者 足可镇压一个时代 以真神受元三万年为一个时代的话 意味着三万年中通常只会出现一个七涅真神强者 如果出现两个 那就是异常情况 只有大圣事的时候才会出现 两个七涅真神如果是父子关系 那绝对是古今未有的事情 一旦出现 肯定会传承佳话 流传万古 金茂真神心中期待着金茂成为七涅真神的那一天 他不仅要活着时 在新元大陆当世无敌 就算是死后 也要在新元大陆流传万古 而不是像其他镇压一个时代的强者一样 死后无人问津 被人遗忘 现在 金茂陨落 金茂真神的愿望顿时化为子虚乌有 宗主 发生了什么事 身旁三位真神强者 见金茂真神收到通讯珠中的讯息后 脸色极其难看 纷纷问道 金茂真神没有回答旁边三人 而是向通讯珠中一声怒吼 是谁 是谁杀了我而金茂 虽然左南真神也陨落了 但是 金茂真神此刻 心中显然只关注他儿子金茂的死讯 金茂真神身旁三位真神 顿时面面相许 大吃一惊 虽然金茂真神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 但是从金茂真神的传讯三人也都明白发生了何事 金茂竟然被人杀了 听着通讯珠中传来的咆哮声 继承真神很清楚 金茂真神现在是多么的愤怒 继承真神顿时将他收到的消息 都向金茂真神传讯过去 是一个封号剑神的肆虐准神 真名不知 此人不知有没有隐藏修为 不仅金茂少主死于其手 左南真神也陨落在他手上 属下一路追杀 剑神逃入了玄黄空间 属下失去了他的踪迹 但已守住玄黄空间的出入口 剑神现在就在玄黄空间之中 剑神 金茂真神听着通讯珠中的传讯 两眼之中 竟是杀气 继承真神的话说完 通讯珠中又出现一段影像 影像中 是一位原年轻准神的身影 正是叶星 新宣承中 金顶神宗的舞者 可不仅是金顶少主和左南真神两人 叶星杀了金顶宗少主 等于是捅了天一般 金顶神宗的舞者 当时便用记录阵法 烧录了叶星的影像 传讯给了继承真神 所以 继承真神虽未与叶星碰面 但却知叶星相貌 金顶真神将叶星的影像 分别传讯至身旁三位原真神的通讯珠中 道 传本神号令 请所有星园大陆的真神强者 在玄黄空间追查此人 有消息者 本神中谢 赤 宗主 三位真神奇声应道 分开往各方而去 敢杀我而性命 本神要将你碎尸万段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惊熬真神眼中透露着恐怖的杀鸡 自言自语的冷喝道 叶星在玄黄空间中性走了一段时间 空间裂缝 对他没什么危险 空间风暴则还有些威胁 但也杀不死他 他在玄黄空间中 快速飞行 用破须神童搜寻四方 势力之强 比起真神强者要远远胜之 一般的真神强者 在玄黄空间的视线距离 也就数万里而已 强一点的真神 势力距离能接近十万里 修炼了铜树的真神 势力能达到二三十万里 只有修炼了神级极品铜树 并且造诣达到第二层次 才能像夜星一样 看出百万余里 但神级极品铜树极其稀少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见的 所以 在玄黄空间中 夜星可以说是最适合寻找玄黄灵气的人 并且 他的视线距离比真神强者远 真神强者没有发现他 他就已经发现对方 在玄黄空间中 夜星一看到真神强者 但绕道而行 不与他人相见 而是独自一人 慢慢地寻找玄黄灵气 金茅真神作为星源大陆第一强者 自然有一定的威望 他让其他的真神放弃玄黄灵气 当然做不到 但只是让他们找个人 肯定会卖他面子 玄黄空间中 星源大陆其他宗门的真神强者 收到了金茅真神发出的号令 在寻找玄黄灵气的同时 也在搜寻夜星的身影 金鼎神宗进入玄黄空间的真神强者 加上后来的继承真神 也只有五人 但是 整个星源大陆 在玄黄空间的真神强者 却是有三十余人 这么多人寻找 找到夜星的几率自然大得多 不过 几个月过去 也没有夜星的半点下落 夜星总是能够先发现他人 然后避开 自然是没人能够找到他 只是整个玄黄空间 只有一道玄黄灵气 却也是极难寻找 即便夜星的目光可是区域 可达上百万里 但找了半年的时间 也没能找到玄黄灵气 时间到了第八个月 夜星的优势 终于体现出来 他的目光穿透层层阻碍 在一团空间风暴的中心 发现了一缕玄黄灵气 那是一道淡黄色的气息 蕴含着古老沧桑 有大道本源的味道 夜星虽然没看到过玄黄灵气 但是一看到这缕气息 便认出是玄黄灵气 终于找到了 不说这空间风暴中 没有人敢进去 仅是这空间风暴中 层层叠叠的空间 恐怕别人的目光 也看不进来吧 夜星心中大喜 若不是他将破须神童 修炼到了第二境界 就算是他站在空间风暴之外 也看不到这缕玄黄灵气 吴大哥说 一缕玄黄灵气 至少也能提升 他一个境界的修为 玄黄灵气对于真神 都有如此大的效果 那么对于我这个 四孽准神的效果应该更大 至少也能让我进行五次涅槃 甚至进行六次涅槃 都说不定 夜星越想越兴奋 星辰流离绝运转 神力护体 直接冲入了前方的 空间风暴之中 空间风暴 里面有大量的空间裂缝 如同一炳炳神器冰刃 哪怕是下品神兵 被卷入其中时间久了 也得绞成粉碎 第943章消息传开 夜星的星辰不灭体 修炼至第一层 神体便有如中品神兵般坚固 并且 夜星是在三涅准神时 炼成的第一层 第四次涅槃的时候 血肉又强化了一次 所以 论坚固程度 只怕比中品神兵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空间风暴的力量 虽然足以绞碎下品神兵 对于夜星的肉身 确实伤害不大 仅是有些皮肉之伤 在夜星的生命力下 这点小伤瞬间便能复原 夜星在空间风暴中穿行 神体便不断地出现皮外之伤 然后又不断地瞬间复原 周而复始 虽然有全身上下都传来痛感 但对于他而言 不算难受 这空间风暴中 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对中品神兵都能破坏的空间之刃 这些才是可怕的攻击 就算夜星被击中 神体也得破损 需要消耗不小的生命力才能复原 夜星的速度 在空间风暴中大大减缓 费了十数个呼吸 才在空间风暴中前进千余里 来到了空间风暴的中心 离玄黄灵气不远了 可是 玄黄灵气似乎颇有灵性 夜星一靠近便飞了起来 so 玄黄灵气飞速远顿 空间风暴也脚不散塌 我靠 夜星好不容易才进入空间风暴的中心 结果玄黄灵气却跑了 夜星顾不得那么多 星云之翼出现在身后 在空间风暴中速度全开 这样承受的伤害顿时中了十倍不止 但也威胁不到夜星的性命 很快 玄黄灵气便顿出了空间风暴 速度暴涨 一喜数万里 有没有搞错 速度这么快 一般的真神怎能抓得住 夜星大吃一惊 没有料到玄黄灵气会跑 更没料到玄黄灵气的速度那么快 他说的的确没错 一般的真神 还真是抓不住玄黄灵气 甚至 就连轻涅真神 单独也抓不住 真神强者抓玄黄灵气 得多人围堵才行 所以 寻找玄黄灵气都是好几人一组 夜星的速度 可比七夜真神都还要更胜一筹 虽然惊叹玄黄灵气的速度 但抓住他的信心却是丝毫不解 搜 夜星速度全开 同样一席数万里 比起玄黄灵气都还要快了一席两千里左右 追了上去 玄黄灵气 与天地共生 本来是天道构造的一部分 但是 产生灵性后 却不甘只是作为世界之基石 想要自身得到 所以 才有一缕玄黄灵气顿走 铺利于天道构造之外 这一缕玄黄灵气 最是有灵性 若是没有被无者所得 时间久远 灵性会逐渐成长 会诞生意识 诞生了意识的玄黄灵气就不得了了 就像是人有了灵魂 才有生命 玄黄灵气有了意识也是有了灵魂 有了生命 能够修炼 它本就是天道的部分 直接就部分天道 轰轰松松便能正道为至尊 只不过 玄黄灵气 对于无者而言乃无上至宝 而从有灵性到诞生意识 需要极其悠久的岁月 至少也得数百万年 这么长的时间 它又没有意识 没有智慧 只是有本能的危机感 会进行逃遁 数百万年不被无者找到 几乎不可能 所以 玄黄灵气诞生意识正道为至尊 理论上存在 实际上极无可能 玄黄灵气 是与玄黄空间共生之物 玄黄空间的空间裂缝 空间风暴 都伤不了他 眼看叶星追上 每一席都离他更近一些 玄黄气便专门挑选空间裂缝 空间风暴钻去 如此一来 给叶星增添了极大的麻烦 本该早早追到的 突了小半个时辰 还是没能将玄黄灵气抓住 是玄黄灵气 后面那人 是金毛真神寻找的剑神 快通知金毛真神 你傻啊你 有玄黄灵气还通知金毛真神 先把玄黄灵气抢到手 叶星一星追赶玄黄灵气 就没有注意其他舞者了 追着追着便进入了其他舞者的视野 一支真神队伍 共有三人 都是二星真神 来自于星园大陆 顿时分开向玄黄灵气拦截 这时 叶星也看到了这三位真神强者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一次追赶着玄黄灵气 是不可能见着其他舞者就躲了 这玄黄灵气是他发现 并且追了圣九 可不能为他人做了嫁衣 玄黄灵气灵性十足 对于危险的感应非常灵敏 三位真神强者拦截上来 他便转变了方向 将三位真神强者甩在身后 逃之夭夭 叶星的速度比玄黄灵气更快 当然是也掩着转变方向 继续追赶 而三位人真神强者 速度确实要慢许多 追了十数个呼吸 便被甩得没影了 有没有搞错 玄黄灵气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怎能抓得了 三位真神强者 看着玄黄灵气和叶星消失的方向 其中一人抓狂帝说道 玄黄灵气速度太快了 我们三人根本抓不住 必须要多人围堵才行 看来必须要将玄黄灵气的消息告诉其他人 不然的话 那个剑神的速度似乎比玄黄灵气还快 时间依旧 玄黄灵气肯定会被他抓住 恩 把剑神的消息告诉金敖真神 还能获得报酬 顺便也将玄黄灵气的消息告诉他 金敖真神肯定高兴 记住我们的人情 就算这次没有获得玄黄灵气 有金敖真神的人情 也是不错的收获 另外两位真神互相一眼 相继说道 当即 三位元真神便将消息传讯给了金鼎神宗的真神 同时也撰寄给了他们所认识的其他真神 金敖真神得到了剑神的消息 心情大喜 同时还得到了玄黄灵气的消息 更是兴奋 如今金鼎神宗的真神强者 立即便向玄黄灵气出现的区域赶去 星元大陆其余的真神强者 亦是如此 甚至 消息一传开 而知消息的也不只是星元大陆的真神 就连银河大陆的真神强者都有听到消息 赶了过来 一时间 夜星追逐玄黄灵气的区域 足有数十位元真神赶来 从不同的方向汇聚 第944章此筹必报 此时此刻 众真神的关注点显然在玄黄灵气之上 哪怕是金鼎神宗的真神 也是将获取玄黄灵气为第一目标 剑神为次要目标 玄黄灵气带着夜星 七弯八拐 速度虽快 但按直线距离而论并不远 没过多久便被修炼铜术的真神找到 第一批赶到的真神强者 足有十数人 称弧形围堵而来 后方有夜星追赶 前方有十数位真神强者堵截 玄黄灵气一下子便陷入了绝路 拥有灵性的玄黄灵气 并没什么智慧 哪里有空子就往哪里钻 顿时便拆反方向 想从夜星左右的空旷地带冲出去 逃出众人的围堵 不过 夜星的速度比玄黄灵气快 在后面追赶 都逐渐地拉近了距离 现在玄黄灵气突然间返回 想从他左右的空间逃走 根本不可能 夜星破须神童的目光 何等锐利 玄黄灵气一变相 夜星便已知晓 超脑中计算出了玄黄灵气的图为路线 想从他右边万一里左右图为 夜星顺移转向 顺席万里 将那道玄黄灵气抓了个正者 拿出星辰电房挺 直接收入了店内空间 能够这么快抓到玄黄灵气 还得感谢前方十多位真神的堵截 否则 夜星至少还得追赶一刻多钟 才有希望平一以之力将玄黄灵气抓住 不过 夜星当然不会傻到真的去感谢那十多位真神 他抓住了玄黄灵气 简直就是捅了马蜂窝 所有的矛头都向他指了过来 成为了众矢之地 现在应该逃之夭夭才对 玄黄空间中的真神 最弱也是二星真神 一些更是三星真神 前方十余位真神中 更是有一位四星真神 夜星连二星真神都没有把握一战 更何况是面对这一群 夜星现在 有两种逃生手段 一是凭速度远钝 二是躲入店内空间 没有丝毫犹豫 夜星选择了第一种 凭速度远钝 星云之翼一拍 夜星如同一道光芒飞速远去 夜星获得了玄黄灵气 自然是要炼化吸收 再次涅槃 而涅槃的过程中 受不得打扰 他在店内空间 别我自然不能奈何不了他 但是有人攻击星辰电防艇 店内空间也不平静 对他虽无伤害效果 但若是涅槃过程中若是受到打扰 那可是致死的威胁 所以不能躲入店内空间 并且对方还有个四星真神 四星真神是经历了七次涅槃的准神突破而成 夜星的实力与对方相差甚远 夜星催动星辰电防艇的防御 未必能够防御得了对方的神力侵蚀 也就是说 四星真神强行炼化星辰电防艇 夜星未必制止得了 所以 有这个原因 更是不能躲入店内空间 夜星前方的四星真神 就是金鼎宗主金欧真神 见夜星抓住玄黄灵气后 转身就逃 一声怒喝 见神修走 留下苟命 声音浩浩荡荡 相隔数万里 夜星也听得如同雷音一般 心中唯唯一震 这四星真神怎么知道我的封号 难道 是金鼎神宗的宗主金欧真神 对了 金鼎神宗有位真神强者一路追杀我 至了玄黄空间 肯定将我的消息汇报给了金鼎宗主 夜星脑海中念头转动 很快便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金欧真神的速度 跟玄黄灵气差不多 自然比夜星要慢一些 夜星回头看了一眼 唯唯一笑 就算对方是四星真神又如何 速度不行 连他的衣角都碰不上 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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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就在夜星回头看精熬真神的那一瞬间 突然夜星感应到了危机 九只金光箭矢陡然间出现 射过虚空数万里 向夜星射来 九只箭矢 一气呵成 显然是见到高手射出 每一只箭矢蕴含的力量 都远远超过了一星真神的攻击 夜星连忙转变方向 试图闪避 但是 九只箭矢角度不同 封死了退路 无论夜星如何闪避 也避不过所有的箭矢攻击 丁 夜星身影急速变幻 避过八只箭矢 终于还是被一只金光箭矢射中 发出金铁交集的声音 夜星的护体神钢瞬间被破 这金光箭矢的攻击力强大得出奇 尤其是穿透力更是可怕 夜星的神体肩部如中品神兵 也受了伤 射出一个深达寸许 拳头大小的窟窿 穿透性的箭矢更是破坏了夜星的内斧 顿时夜星便吐出一口鲜血 被击退数百里 当然 这点伤害相对于夜星的生命力而言 只能算是轻伤 这时夜星才发现出手之人 测前方七万余里外 一位持上品神功的青年强者 正向他急速赶来 神功揭开 又有金光箭矢开始凝聚 这青年强者不是真神 而是一位欺涅准神 刚才那一剑的威力 比起神级静气嗜血神毛的攻击力还大 可见这青年强者的实力不弱于三星真神 好一个见到强者 夜星仅是扫了一眼 便将此人的身影深深的烙印在了脑海之中 若不是他神体坚固 防御力强 这一剑就算是真神强者也得重创 此仇非报不可 不过此时夜星关注的不是这年轻的青夜准神 而是身后追杀而来的惊傲真神 惊傲真神的速度虽然比夜星慢了一些 但也是一席数万里 夜星被金光箭矢击退 耽误了时间 惊傲真神立即便追了上来 此惊傲真神一声怒喝 标出一件极品神器 是金鼎神宗的至宝混元金鼎 混元金鼎绽放着璀璨的金光 如同一座大山 横冲直撞而来 空间层层崩塌 这一状 不是普通的一状 而是一种上品神武金鼎碎空状 是金鼎神宗创始祖师 根据混元金鼎创造而出的神武 配合混元金鼎一状 空间崩塌 一切粉碎于虚无 哪怕是普通真神强者的神体 在这一状之下兜的粉身碎骨 化为生命粒子 夜星正是被金光剑使射退之时 身体还没控制不如 对这突然撞来的混元金鼎 必无可避 顿时被撞了个症者 第945章天元少主 当一声爆响 夜星的身体 如同一发炮痰 瞬间划过虚空 一闪数万里 对于混元金鼎撞来 夜星星知肚明 既然避不了 自然是要借这一状之力 快速离开 他的神体比中品神兵都更加坚固 对方的攻击力再强 他也不怕 所以 并没有故意抵挡 身体反而顺着撞击之力冲向前方 一下子便与金鼎真神拉开了距离 不过 混元金鼎这一状 力量的确是恐怖至极 关键是大道奥妙也很高 夜星的神体防御力逆天 也不禁破裂出十数道伤口 身可见骨 鲜血如柱 身影所过之处 留下了长长一线的鲜血 血洒数万里 不过 夜星的生命力 是滴血重生层次 只要神体还剩一滴血 都能重生 而现在 失血虽多 神体还在 体内神血也还有不少 确实算不了多么严重的伤害 眨眼之间 夜星伤势恢复 消耗的生命力还不足十分之一 从夜星受到七涅准神的箭矢攻击 到被金鼎真神的混元金鼎撞飞 说来话长 实则眨眼之间 夜星连续遭受攻击 虽然受创 却并没有陷入包围 继续逃之夭夭 无论是那七涅准神的剑道强者 还是死星真神的金鼎宗主 都大吃一惊 区区四涅准神 竟然有如此强的防御力 这神体强度也太逆天了吧 夜星被混元金鼎撞飞数百里 立即转变了方向 与那七涅准神北道而驰 虽然变换方向等于是与金鼎真神拉近了距离 但是 以金鼎真神的速度 却是拦截不下夜星 西欧 此时 七涅准神的剑道强者 又射出一剑 金色的剑矢如同一只白里掌的神毛 一袭十万里 此人刚才剑矢一分为九 目的是拦截夜星 并且成功了 但是现在 夜星与他背道而驰 他想将夜星拦下 先得将剑矢射至夜星前方 然后再调转方向射向夜星 以他的剑道造翼 倒不是做不到 但是夜星的速度太快了 若只是普通的真神 一袭一两万里 他的确能够将剑绕到前方拦截 可是 夜星一袭数万里 等他的剑矢绕到前方 夜星有足够的时间闪避 根本拦截不下 所以 干脆将力量凝聚一股 爆发出至快至强的一级 力求一级必杀 夜星的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这只剑矢 眨眼之间 夜星再次中剑 只是 但是 这一次剑矢是从身后射来 夜星中剑 受到剑矢的力量冲击 速度更快 而这一剑的威力虽强 却还没有达到肆虐准神层次 对于夜星的伤害有限 仅是让夜星的神体多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窟窿 转瞬之间便自愈了 金熬真神和那七涅准神的剑短强者 都将速度发挥至极限 向夜星追去 其他的真神 也追了上来 但是速度明显比两人要慢了不少 金鼎宗主 天元少主 金熬真神和七涅准神的剑短强者 显然熟识 互相打了个招呼 天元神宗 是银河大陆的势力 并且是顶尖势力之一 银河大陆的五道水准比星元大陆要高一些 可与按星大陆相提并论 天元神宗作为顶尖势力之一 比起金鼎神宗要强大许多 天元神宗宗主 经历了八次涅槃后 才成为真神 世卫九星真神 已近三万岁 大献将至 只剩一两千年 天元神宗少主 并非宗主之子 而是天元宗主的弟子 是天元神宗自本界宗主之后第一天才 八星蓝命 日后也能经历八次涅槃 有望成为九星真神 已被定为少宗主 待天元宗主大献一道 便要接任天元宗主之位 虽然天元少主现在的实力不及金毛真神 但是论前景 可比金毛真神强多了 是以金毛真神这个星圆大陆第一强者 在天元少主面前 姿态放得很低 金毛真神急速向野星追赶中 说到天元少主 追到剑神 我只要他的性命 玄黄灵气归你 这时表明态度 如果没有天元少主 金毛真神获得玄黄灵气 可以自己炼化 有望成为五星真神 但是即使成为五星真神 他也不能与天元神宗抗衡 所以天元少主一道 他即便是抢了玄黄灵气也没用 反而会丢了自己的性命 所以早些表态 免得天元少主误会 天元少主与金毛真神齐头并进 冷恒一生 高傲的脸上露出不屑之色 见神 他竟然取此封号 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好 他的命归你 玄黄灵气归本少 朱画间 天元少主又射出一剑 金光剑矢如百里神矛 一袭十万里 追上夜星 夜星并不浪费时间闪避 凭游剑矢射中 使得他的速度更快一分 与两人的距离拉得更远 很快便超出了十万里 天元少主在想凭剑矢攻击夜星 已经攻击不到了 金毛真神道 本宗有三星真神 守住了玄黄空间的出入口 见神逃不出去 我们双方的人马围堵 就算他速度再快 总会落入我们的手中 天元少主点点头 拿出通讯珠 通知天元神宗的其他真神 在前方围堵 金毛真神让金顶神宗的真神 绕到一旁 除非是夜星一直笔直向前 若是想转向左右 肯定会被双方的真神堵上 不说玄黄空间有尽头 不可能一直向前 就是玄黄空间中时常出现的空间风暴 遇上了总得让路 所以还是不能一直向前 并且 金顶神宗天元神宗 在各自大陆上 都是顶尖势力 话语权极大 盟友也不少 也有不少其他宗门的真神 听从他们的调遣 协助追杀夜星 夜星身上有玄黄灵气 这玩意是宝物 但也是个嘲讽光环 其实都不用金顶神宗 天元神宗调遣 其他的真神只要知道玄黄灵气在夜星身上 自主的便加入了围堵夜星的潮流之中 现在 夜星变成了玄黄灵气一般 被大量的真神围堵追杆 但是 玄黄灵气没有只有灵性 而夜星却有意识 并且 夜星有破须神童 观望四周 看出的视线距离比其他真神强 虽然有不少真神围堵 但好几次都被他钻出了包围圈 随着玄黄空间的真神 逐渐的知道了玄黄灵气在夜星身上 围墙夜星的真神越来越多 他突围的难度 越来越大 第946章风暴中心 夜星到过玄黄空间出入口 但出入口有继承真神镇守 他根本没机会出去 这玄黄空间虽然广阔 但是围堵他的真神太多 他的逃亡之路越来越困难 终于 当夜星被一团方圆数万里的超大型 空间风暴挡住去路时 左右真神围堵而上 后方金熬真神天元少主也追了上来 夜星陷入了绝境 金熬真神天元少主 脸上露出笑意 眼中暴射出很力的光芒 他们看出夜星已至绝境 无路可逃 然而 真的是无路可逃麻 夜星见无法突围 没有多做考虑 便冲入了空间风暴之中 这团空间风暴 格外的猛烈 哪怕他的神体防御逆天 在空间裂缝的切割下 也不断的出现伤口 好在夜星不仅神体防御强 生命力也十分澎湃 比起一般的真神有过之而无不及 伤口都是瞬间复原 神体不至于逐渐分解 而是保持着完整 他 踏踏冲入了空间风暴之中 这也太狠了 他宁愿被空间风暴切割成粉碎 也不愿将玄黄灵气交出来麻 如此恐怖的空间风暴 恐怕就算是七星以上的真神 也得丧命吧 可惜了玄黄灵气 太可惜了 众真神强者见夜星 冲入了空间风暴之中 一个个神色大变 连连惊呼 惊傲真神 天元少主也都是变了脸色 方圆数万里的空间风暴 在玄黄空间中绝对的禁区 没有人敢进入其中 碰到了唯恐必知不及 夜星进入了这团空间风暴之中 在他们看来自然是活不成 但是 玄黄灵气也被夜星带进了空间风暴 他们想要也只能望而生叹了 天元少主出现 金毛真神便没打算与天元少主争夺玄黄灵气 他想要的是剑神死 现在夜星进入了空间风暴之中 虽然不是被他亲手杀死 但也算是完成了愿望 虽然吃惊 倒也没有过于愤怒 而天元少主 想要的是玄黄灵气 夜星带着玄黄灵气进入了空间风暴中 自然是让天元少主大怒 混账 天元少主怒喝 你死也不要拉着玄黄灵气陪葬 给本少死出来 夜星显然不会理会天元少主 忍着神体不断破坏自愈在破坏的剧痛 不断地向空间风暴中心穿行 金毛真神和天元少主很快便到达了空间风暴外 他们额头都打开了第三只眼 一个是武道神眼 一个是神级童树 看向空间风暴之中 此刻 夜星还没有深入空间风暴多远 凭他们的目力还能看见 金毛真神顿时失声惊呼 他竟然能够承受得住空间风暴的绞杀 这么强烈的空间风暴 就连下品神器时间久了都能绞成粉碎 他的神体究竟是怎么锻造而成 怎么如此坚固 天元少主也是满脸不可思议之色 之前 他和金毛真神的攻击都击中了夜星 夜星却没有重创 两人就已经知道 夜星的肉身防御力极强 但是 却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还是大大低估了夜星的神体强度 这空间风暴即使是九星真神也不敢深入其中 但夜星却凭着神体的强度 进到了深处 夜星先是消失在金毛真神的视野 不久 又消失在了天元少主的铜树之中 空间风暴中 空间裂缝急速移动 重重叠叠 哪怕天元少主修炼了铜树 也只能看出千里左右 而夜星在空间风暴中的移动速度并不慢 一洗百余里 十洗不到便已经深入千余里 该死 他进入空间风暴中不是自杀 而是想穿过空间风暴逃命 天元少主怒喝道 夜星消失在他铜树中的时候 身体依旧完整 虽有破坏但瞬间自愈 可见这空间风暴杀死不了夜星 金毛真神道 就算他生命力强大 也不能在空间风暴中坚持太久 我们将围困在空间风暴四周 他迟早要出来 落入我们手中 天元少主点头 同意金毛真神的说法 两人分头分腹 让银河大陆 星圆大陆的真神强者们 守候在空间风暴之外 这空间风暴直径数万里 周长不到十万里 而围在四周的真神强者 足有六十余位 每隔不到两千里 便有一位真神强者看守 只要夜星从空间风暴出来 无论是从哪个方向 附近都会有真神强者 在不到两千里的距离内 真神强者爆发出的速度是恐怖的 绝对可以拦截下来 夜星不断的深入空间风暴中心 他同数无双 早就从其他的空间风暴看出 空间风暴的中心 其中是相对安静的 并且空间也平静 没有空间裂缝 没有空间锋刃 其他的空间风暴如此 这团空间风暴虽然要大一些 应该也不外如是 并且 空间风暴越大 中心的平静区域也会越大一些 这是成正的 夜星不停的在空间风暴中穿梭 越入中心区域靠近 空间风暴越强烈 就如同黎明之前的黑夜最黑暗一样 靠近中心平静区域的风暴也是最猛烈的 逐渐的 夜星自愈的速度 开始比不上神体受到破坏的速度 受到破坏的神体还没有完全自愈 又受到了二次伤害 这使得伤口越来越深 越来越大 逐渐的 夜星的皮膜彻底消失了 不是皮膜消失后无法重生 而是四周的空间风暴太强烈 不伤得伤害夜星的身体 夜星根本恢复不过来 所以 身体受到破坏就越来越严重 随着皮膜消失 夜星的血肉也逐渐的被破坏 尤其是四肢 四肢血肉少 在不断的破坏下 每过多久便只剩下了骨骼 夜星依旧在前行 他已经看到了风暴中心的瓶颈区域 超脑计算这距离有多远 到达需要多少时间 他的身体能不能承受住 经过超脑的计算 夜星是能够在身体完全被破坏消失之前 到达中心瓶颈区域的 超脑的计算 并没有失误 当夜星的身体也只剩下骨骼 全身只剩下脑部 还剩下一点血肉的时候 夜星终于穿过了风暴区域 到达了风暴中心 造物主是如此的神奇 天地是如此的奇妙 刚才还猛烈的风暴 突然间便完全消失了 风暴中心瓶颈无比 夜星的血肉蠕动着 很快便重生出新的血肉 先是脑袋 然后是身躯 最后是四肢 几个眨眼的时间便完全生长出来 恢复如常 第947章连续涅槃 空间风暴的中心瓶颈区域 越有千里直径 这里的空间连一点点风波都没有 比外界的虚空还要平静 夜星用破须神童仔细地检查了每一寸虚空 除非有外人进入其中 否则这里是绝对安全的 夜星没有急着进入店内空间 而是拿出极品星晶 吸收起来 快速恢复神力 恢复生命晶元 穿过风暴区域 夜星的生命力 足足消耗了七成之多 现在比较虚弱 必须的将状态恢复到最好 才能吸收玄黄灵气再次涅槃 并且 夜星也不敢肯定 别人会不会也能穿过风暴区域 进入到这里 在不能确定之前 就不能吸收玄黄灵气涅槃 否则 若是涅槃过程中有人来到这里 哪怕他在店内空间 别人一攻击星晨变防瓶 对他的影响也是致命的 一个多时尘后 夜星的生命力完全恢复 然后 夜星变盘静坐 感悟虚空 他能够感应到 玄黄世界中的道运 比起外界正常空间要浓郁不少 应该是天地还未彻底形成的缘故 所以 领悟大道本质比外界更容易些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夜星静坐月鱼 缓缓睁开双眼 他对于黑暗 风 或三种大道的领悟 又精进了不少 一个多月 也没有人能进来 夜星断定 不会有人进来了 若是他们有什么手段 可以进入空间风暴中 一个多月的时间 足够他们施展出来 这么久都没有进来 说明他们的确是没有办法 也是 想进入这团空间风暴 可不容易 夜星的神体 比中品神兵强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也是显之又显的进来 其他的武者 就算是真神 也没有他的神体强度 若是借助防御神器进来 中品防御神器远远不够 夜星全身都比中品防御神器 防御力更强 都被切割的只剩下了脑袋 中一小部分血肉 中品防御神器只有相当于夜星皮膜层的防御 还未走到一半旧的彻底碎了 而上品防御神器 那太稀少了 就和上品飞行神器一样稀少 整个银星界也未必有意见 若是哪个宗门拥有上品防御神器 为了玄黄灵器肯定值得拿出来一试 那么 在夜星静等的那一个多月里 早就该出现了 既然没有出现 说明没有人拥有上品防御神器 夜星挥手 寄出了星辰电防品 屹立于平静虚空中 身影一闪 进入了店内空间 星辰电防品乃上品神器 玄黄灵器被夜星送入了店内空间 便受星辰电防品的威能所压制 动弹不得 夜星一招手 玄黄灵器便被无形的力量送至了眼前 夜星施展破虚神童 仔细地观察着玄黄灵器 果然从其中看出了许多天地奥妙 将这旅玄黄灵器炼化吸收 恐怕不只是能肉身涅槃 恐怕对于天地大道的领悟 也能更上一层楼 夜星心中暗道 有些兴奋与激动 顿时夜星静心凝神 运转星辰流离绝 同时运用了混动星象 双管齐下 分别吸收玄黄灵器中的精纯能量 一丝玄黄灵器吸收入体 都化成了澎湃无比的能量 夜星的修为飞速暴涨 仅仅一天不到 夜星便感觉到了心涅境四重的极限 可以开始第五次涅槃了 不愧是玄黄灵器 这速度也太快了 玄黄灵器还剩下大半 足够夜星涅槃 夜星立即运转涅槃之法 分解身体 先是血肉 从四肢到身体 再到脑袋 然后是骨骼 也是从四肢到身体 再到脑袋 两天分解身体 两天涅槃血肉为子 两天重组身体 六天后 第五次涅槃成功 夜星重组的身体又强大了许多 神力更是有了值得突破 实力暴涨一截 剩余的玄黄灵器 还十分充足 夜星继续运转星辰流离骨吸收 又运用混动星象吞噬 夜星在星涅进五重的修为飞速暴涨 五重初期 中期 后期 极限 仅仅三天 夜星的修为便达到星涅五重极限 又可以进行涅槃了 而玄黄灵器 还有不少剩余 足够坚持夜星进行第六次涅槃 夜星的天命是七星蓝命 修炼的功法是神级极挺 第六次涅槃对他而言 毫无危险 六天过后 夜星六地赐涅槃成功 成为六涅准神 不仅如此 夜星吸收玄黄灵器后 对于天地大道的领悟 也有了值得提升 黑暗 风 或三种大道真意 其其突破至了大成之境 并且 对于其他没有领悟的天地大道 夜星也有了似懂非懂的了解 一缕玄黄之气 让他对于天地 有了更加深刻 更加本质的理解 爽 夜星常常的遇了一口气 短短半月 连续涅槃两次 修为大进 实力暴涨 对于天地大道的领悟也更上一层楼 夜星心中的喜意 无与伦比 超级爽快 夜星进入空间风暴之中 已经足足两月了 空间风暴四周 众真神强者 足足等了两个月 等待是最令人烦躁的 尤其是足足等了两个月 也没见夜星从空间风暴中出来 许多真神强者已经失去耐心了 毕竟 这么多人围堵 这些真神强者心中心处 他们根本没希望获得玄黄灵系 之所以围堵剑神 只是因为惊傲真神和天元少主的面子罢了 而面子是有限度的 他们不可能因为惊傲真神和天元少主的面子 而无休止的等待下去 两个月一到 便有真神强者向惊傲真神天元少主辞行了 没有了玄黄灵系的吸引力 他们已经没兴趣再停留在玄黄空间 辞行的真神强者 有了一个 很快便有第二个 第三个 没过几天 除了金鼎神宗 天元神宗之外的真神强者 全部辞行了 这些真神强者 听从金欧真神天元少主的号令 在空间风暴围堵了两个月 已经给足了两人面子 现在辞行 两人也不可能强行要他们留下来 于是 空间风暴外的真神强者 迅速少了下来 第948章一假死 金鼎神宗和天元神宗守候 在空间风暴外的真神强者数量也不少 金鼎神宗有四人 天元神宗有六人 加起来也有十人之多 空间风暴十万里周长 他们每个万里便占一个 也能封锁 空间风暴中心 天内空间 夜星成为六涅准神之后 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打算继续修炼 提升实力 修为提升 他能够将星辰流离诀修炼到更高境界 流离神火箭诀意识如此 并且 他领悟的三种大道真意 都有了值得突破 他也要将神通重新组合 大成真意组成的神通 显然比小成真意组成的神通 夜星要厉害得多 除此之外 他还要花些时间 修炼剑道 剑道 才是他的武道 领悟的大道真意 都应是替剑道服务 而不是夜星的主攻方向 不能主次不分 因为玄黄灵气之故 恐怕星源大陆 银河大陆的真神强者 都把他给记恨上了 所以 夜星想要到银河大陆找个五星势力 借助他们的传送阵法前往通向轮回界的 正法空间的办法 恐怕是很难行通了 夜星将目标 还是定为银鼎神宗 银河大陆的五道水准高 五星宗门太强大 就算夜星成为了七夜准神 也休想用强 银鼎神宗不同 只有金敖真神这个四星真神强者 其余的都是普通的六孽真神 没有一个实力达到四星 只要想办法解决了金敖真神 就能强行使用金顶神宗的传送阵法 夜星当当从四孽准神 连续孽盘成六孽准神 想要短时间内成为七孽准神 绝无可能 所以 只能在其他方面提升实力 这也需要不少时间 在风暴中心 虚空瓶颈 绝对安全 正是闭关修炼的好地方 夜星决定就在这里闭关修炼 将实力提升到极限 金敖真神 天元少主在空间风暴之外 等了一天又一天 转眼间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 夜星还是没有从空间风暴中出来 这下 就连金敖真神 天元少主也等不及了 夜星已经在空间风暴中停留了四个月 他们无法想象 夜星怎么可能坚持那么久 时间如流水 又是两个月过去 夜星进入空间风暴已经半年 金敖真神也失去了耐心 带着精鼎神宗的真神离开了 不过 想到夜星有可能是凭借空间神器 一直躲藏在空间风暴中 金敖真神也留下了一点后手 让继承真神继续坐镇于玄黄空间的出入口 只要夜星没死 总有一天会离开玄黄世界 而出入口是必经之路 天元少主 九百岁成为七涅准神 已经在七涅准神之境停留了五百年 为了他日能够成功突破真神 他的尽快八次涅槃 否则 涅槃的次数越多 成为真神的难度越大 他若是年纪太大 日后想从八涅准神突破真神 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只要有了玄黄灵系 天元少主立即便能进行第八次涅槃 所以 对于玄黄灵系 天元少主志在必得 不甘放弃 天元少主带着天元神宗的真神强者 继续守候在空间风暴之外 然而 一年又一年过去 夜星始终没有现身 再强的耐心也要磨灭 在空间风暴外守候了整整十年 天元少主彻底死心了 认为夜星是真的死在了空间风暴之中 当天元神宗的人撤走 玄黄空间只剩下了继承真神一人 并且还是守候在出入口处 时间飞训 继承真神也不认为夜星还活着 只是因为今熬真神的命令 不能离开 便在玄黄空间中 参悟道运 领悟大道真意 一年又一年过去 继承真神对于水道真意的领悟 越发精进 他也没觉得有多无聊 这玄黄空间中 其实是参悟大道真意的好地方 继承真神虽然一直参悟水道真意 但也没有忘记时间的流逝 每一年过去 他心中都记住了 他在玄黄空间停留的时间 光阴四箭 转眼间 继承真神在玄黄空间中 已停留一甲子 六十年的领悟 继承真神对于水道真意的领悟 达到了小城巅峰 若是再给他百年时间 继承真神有信心将水道真意领悟至大城之境 嗯 突然间 静修悟道的继承真神睁开了双眼 射出两道金光 五道神眼也同时打开 只见 十数万里之外 一道年轻的身影 一席数万里 正向他急速而来 继承真神蹭的一下便站了起来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那年轻的身影 竟然就是他在此守候了六十年的目标 剑神 六十年了 继承真神早就认为剑神已死 他一心一意都在参悟大道真意 今日 突然间感应到有人靠近 一看竟然是剑神 继承真神当然心中一惊 同时 继承真神也心中一喜 金毛真神给他安排的任务是等待剑神出来 这个任务他终于完成了 夜星的速度太快了 比起六十年前四孽准神时 大有长径 一喜足达六万余里 继承真神看到夜星时 夜星还有十数万里之外 仅仅两字几 夜星便飞跃十二万余里虚空 停在继承真神前方万里之外 李果真没有死 继承真神盯着夜星 黑黑一笑 六十年了 终于按耐不住了 想要离开玄黄空间吗 可惜 宗主早就料到了这一天 派本神在此 想离开玄黄空间 做梦 夜星的速度 继承真神早有见识 知道凭他一个人 根本抓不住夜星 所以并没有说出遇到本神 你必死无疑的大话 但是 在看到夜星的第一时间 继承真神已经捏碎信符 给精鼎神宗传信 在玄黄空间 无法通过传讯诸与外界沟通 但是 幸福捏碎 相对应的幸福也会碎裂 精鼎神宗便会知晓 这是一种单方向的通信手段 虽然无法交流 缺陷不小 但也有不受地点影响的优势 我记得你 夜星感应着继承真神的气息 六十年前 就是你一路追杀我 穷追不舍 让我逃进了玄黄空间 第949章6 聂准神第一站 如今的夜星 与六十年前的夜星 实力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面对继承真神 神色自若 充满了自信 继承真神冷笑 不错 正是本神 本神在死 你休想离开玄黄空间 本神已经传信宗门 用不了多久 宗主就会带领真神长老赶来 对你问中捉鳖 夜星脸上露出了笑意 修为气息透露 六十年了 你的实力并无长进 而我 已是六涅准神 实力大净 呵呵 就凭你 继承真神露出亚色 夜星果然已是六涅准神 比六十年前 提升了两个境界 不过 作为三星真神 继承真神心中虽亚 却并不惊慌 他对于自己的实力 还是十分自信 继承真神冷恒一生 看来你已经炼化了玄黄灵气 不过 就算你成为六涅准神那又如何 不成真神 在本神眼中皆为蝼蚁 赤麻 夜星呵呵一笑 身影刹那间消失不见 转瞬之间 夜星便出现在继承真神身旁 夜星的速度 一席六万余里 就算是比巴涅真神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席六万里 那么 一万里需要的时间就是六分之一席麻 非也 一席之间 速度有个由快至慢的过程 在最初的半席时间 爆发力强 速度最快 所以 速度越短 爆发力越强 需要的时间也越短 一万里的距离 对于夜星而言 根本不需要六分之一席的时间 只需十分之一席就可到达 一席约为一秒 十分之一席 则为已顺 转瞬之间 夜星便到了继承真神身旁百里之外 继承真神神色大海 它的空间领域 竟然对夜星没有丝毫影响 夜星的速度之快 超乎它的意料 不过 作为三星真神 继承真神的反应速度也不慢 一瞬间夜星能从万里之外靠近继承真神 继承真神也能一瞬间做出防备 冰魁星向冲天而起 继承真神瞬间徽掌 集出一道水流剑钢 水流出现 在冰魁星向的力量下瞬间化为寒冰 水流剑钢化成了寒冰剑钢 转瞬之间便批到了夜星所在之处 呵呵 夜星一步一开 如光似电 笑声从另一个方向传来 呼 一道剑光冲天 一股极致风锐的气息陡然间散发 继承真神祭出了一柄神剑 是上品神兵宝剑 神剑凝结着寒冰 瞬间便向夜星杀了过去 夜星的速度 比继承真神要快得多 只要不是离继承真神太近 继承真神无论是剑气攻击 还是继出神剑攻击 都碰不到夜星的一角 继承真神一连十数剑 全部落空 直接将上品神剑一收 悬于上空 目到 本神坐镇于玄黄空间出入品附近 你速度再快又如何 不敢靠近我身旁百里之内 你在怎么转变位置 也出不了玄黄空间 夜星在万里之外停下 冷冷一笑 是麻 刚才只是验证一下我的速度而已 若是直接靠近你身边 你现在已经死了 哈哈哈哈 狂妄 继承真神大笑 虽然速度比不上夜星 但是论实力 继承真神还是信心十足 那你就放马过来试试 夜星眼中杀鸡一闪 一步向前 受死吧 身影如光 转瞬间便到了继承真神眼前 靠近了百里之内 对于三星真神而言 一道剑刚激发 便能长达百里 都不用刺出去 就能够攻击到百里之内的任何目标 死的是你 见夜星真的冲了过来 继承真神心中闪过一道喜意 大喝一声 上品神剑瞬间爆射出寒冰剑刚 转瞬间不到便将夜星刺了个正者 而此时 夜星正义指点出 神通风火道剑施斩 在虚空中一绕 避开了寒冰剑刚 画出一道弧形 杀向继承真神 继承真神冷笑 剑刚激射 直来直往 直接便刺中夜星 而夜星的剑刚 却是转了个弯 无论如何 也是夜星先中剑 三星真神催动上品神兵宝剑的一击 威力和等恐怖 哪怕是的真神强者 被击中也得深受重创 在继承真神看来 夜星会被这一剑重创 那道剑刚不攻自破 刹那间 碎冰飞剑 寒冰剑刚刺在夜星身上 竟然丝毫未入 纷纷碎裂 怎么可能 继承真神的神色 瞬间化为惊骇 作为公出这一剑的主人 他十分清楚 这一剑是多么的恐怖 可是 竟然连夜星一根毫毛都没有伤到 就算夜星的身体 如同中品神兵般坚固 也不可能连皮毛都不伤 夜星早在六十年前 就已经成为六涅准神 然后闭关修炼一甲子 各方面都有进展 实力有了极大的提升 比如神体方面 夜星将星辰不灭体修炼到了第二层 强度足可与上品神兵相提并论 上品神兵 真神强者 除非是用特殊方法慢慢熔炼 否则根本破坏不了 别说是继承真神 就算是九星真神 想要商业星也极难 继承真神的神色 从惊骇瞬间化为惊恐 神通风火道剑在寒冰剑 刚刺中夜星的下一瞬间 穿透了他的防御 射入他的体内 风道真意 火道真意都达到了大成境界 组成的神通比起小成真意时 何止是强大了十倍 继承真神的神体瞬间四分五裂 神通的可怕之处 还是在于杀伤力 因为大道真意十分奥妙 神体被击中 会粉碎成生命粒子 甚至是维子 直接便抹杀了生命粒 无法血肉重生 大道真意达到大成境界 对于大道真意领悟程度 才是小成境界的真神 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 继承真神中间 神体分裂之后 逐渐粉碎 仅仅两三个呼吸 便彻底分解 命丧黄泉 寒冰剑刚彻底消逝 夜星一招手 便将继承真神使用的 上品神剑以及 除物戒指给收了过来 挥手之间 便抹去了继承真神残留的 精神印记 收了起来 精鼎神宗 今熬真神收到继承真神的传信 便开始召集众真神长老 宗主 不好了 不好了 众真神长老还没有及其 便有一人慌慌张张的闯入了 精鼎大殿 今熬真神神色一幕 贺道大呼小叫 成何体统 那人一跪 脑袋败到了地面 全身发抖 颤声道 继承长老他 他他的魂灯涅拉 第九百五十章 魏苍真神 什么 精鼎真神大吃一惊 贺道 你说什么 已经聚集到殿中真神长老 也一个个脸色大便 继承真神是三星长老 在精鼎神宗之外 那人匍匐的更低了 喜 祈禀宗主 继承长老的魂灯涅 灭了 精鼎真神起身 一股恐怖的气息爆发 刹那间 天空中变闪雷乌 风云变色 整个精鼎神宗上下 所有的舞者都感受到了这股气息 两腿发软 心中本能的畏惧 继承真神 可是三星长老 在整个星园大陆 都名列十大真神强者之一 在精鼎神宗 除了精鼎真神之外 继承真神可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自从精鼎宗少主陨落 精鼎真神的心情便一直很不好 才过了短短一甲子 精鼎神宗又损失了一位三星真神 精鼎真神等于是损失了一条绑壁 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继承坐镇玄黄空间 他怎么会死是谁杀了他 玄黄空间中除了继承和进入空间风暴的剑神之外 已无人停留 难道继承传信真的是剑神出来了 剑神还活着并且杀了继承 这怎么可能继承是三星真神 就算是本神除非是借助混元精鼎 否则杀他也极其困难 剑神怎么可能有如此能力 精鼎真神心中瞬息万念 哪怕是剑神炼化了玄黄灵气 他也不认为剑神能杀死继承真神 本神先行一步 你们速来玄黄空间 精鼎真神身影一闪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道声音 待精鼎真神找到玄黄空间 进入其中 夜星早就离开了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很快 众真神长老根据精鼎真神的踪迹 也来到了玄黄空间 宗主 凶手已经逃走了 一点痕迹都没有 根本无从追查 也不知道凶手是不是剑神 我们怎么办 一位三星真神问道 是精鼎神宗的两大户宗长老之一 名叫魏苍真神 和继承真神一样 是精鼓真神的左膀右臂 六十年前 陪同在精鼓真神身旁 参与追杀夜星的精鼎神宗三星真神便是他 影星界 有两个高等大陆 十数个中等大陆 上百个下等大陆 还有大量的域外星路 无影虚空 一个可以穿梭空间屏障的强者 一旦失去了踪迹 再想要找到 难于登天 精鼓真神也没有办法找到夜星 猛的一掌拍向虚空 刹那间虚空震荡 空间塌陷 魏苍真神想了想 目光一亮 属下倒是有一个办法 精鼓真神不耐烦的道 快说 魏苍真神道 宗主 六十年前 属下请了五九真神 当时宗主欲将五九真神处死 属下劝宗主留下他一命 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 我们将五九真神在我们手上的消息 散至各个星空大陆 见神与五九真神萍水相逢 便以朋友相交 在拍卖会上 无偿借给五九真神两万极品心精 可见他誓得很重情义之人 我们以五九真神为诱饵 只要见神得知了消息 说不定就会前来救人 自投罗网 一位二星真神道 他们就是萍水相逢 见神虽能给予五九真神两万极品心精 但是为他犯险 自投罗网 该不至于吧 他怎会如此愚蠢 魏仓真神道 就算他不会自投罗网 但听到消息肯定按捺不住 回星圆大陆查探消息 我们找到他的几率便大大增加 否则 迎星界天大地大 想要找到他如同大海捞针 魏仓真神 魏仓真神点头 恩 魏仓长老的法子不错 就这么办 魏仓长老 就由你前往各大星路 传开消息 本神回宗门 将那五九提出来 于金鼎广场上 日日让人施行 见神若不现身 就将他折磨至死 魏仓真神 带着众真神长老离开玄黄空间 返回星圆大陆 魏仓真神 则前往其他星空大陆 传散消息 无影虚空远处 夜星隐藏在虚空阴影之中 他的黑暗真一大成 稍有阴影之处 便可藏身 真神强者靠近都发现不了 夜星施展破虚神童 第二层的破虚神童 不仅可看透一个空间 还可看往其他空间 破虚神童的目光顺着玄黄空间出入口 看入其中 今熬真神等人就在玄黄空间出入口附近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夜星看了个正着 通过嘴型变化 夜星便知道了他们的谈话 心中顿时火冒三丈 五九真神和夜星无亲无故 就是在星轩城中 两人相遇 然后一起参加了星轩拍卖会 夜星借了五九真神两万极品星金而已 可是 就因为这点关系 五九真神便被金鼎神宗给抓了 并且惊傲真神还想处死五九真神 夜星心中如何不怒 金鼎宗主 就算是没有吴大哥的事 我也得去金鼎宗转转 找你算账 现在更是心仇就恨 为了吴大哥报仇 我也留不得你了 夜星心中暗道 杀鸡涌动 魏苍真神 你是秦那吴大哥之人 现在你落单 先灭了你 再去找金鼎宗主算账 等魏苍真神在银河大陆散布了消息 惊傲真神等人 早已回到了星园大陆 金鼎神宗 魏苍真神从银河大陆离开 正准备前往其他星路 在无影虚空中被夜星拦截下来 夜星在虚空阴影中隐藏 魏苍真神并未发现 直到夜星现身 阻拦在他前方 魏苍真神才反应过来 大吃一惊 剑神 魏苍真神在玄黄空间中追杀过夜星 一眼便认了出来 惊呼出声 魏苍真神 我来送你上西天 夜星盯着魏苍真神淡淡的道 但声音中的杀鸡却不平淡 一看到夜星 魏苍真神哪还不明白 继承真神肯定是死在了夜星手上 魏苍真神和继承真神的实力在伯仲之间 虽然夜星只是准神 但是继承真神之死 对于魏苍真神的打击很大 他一点也没有因此轻视 而是转身就逃 逃得了马 夜星冷恒一生 手中出现一柄神弓 是银龙射天弓 一剑射出 风火道剑速度无双 银龙射天弓更增其速 眨眼间便追上魏苍真神 用银龙射天弓射出的风火道剑 威力比夜星直接施展出要强大的多 魏苍真神被一剑秒杀 第951章 两大四星真神 在肆虐准神时 夜星使用银龙射天弓 还十分勉强 弓无法拉长满月 即便如此 也只能攻击几次 就拉不动了 现在夜星已是肆虐准神 神力大增 肉身经历两次涅槃也有不小的提升 尤其是星辰不灭体修炼到第二层 更是神体坚固 拥有无上神力 对于现在的夜星而言 完全能够拉开银龙射天弓 随意使用 风火道剑的杀伤力就已经够可怕了 继承真神便是被风火道剑一剑射杀 此刻 夜星用银龙射天弓射出 极品神兵对于真神也有极强的杀伤力 两相叠加 自然是让魏苍真神瞬间丧命 直接秒杀 夜星看着魏苍真神化为粉碎 伸手一招 将他的储物戒指收了过来 眼神中的杀鸡更是猛烈 自语道 金鼎宗主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星元大陆 金鼎神宗 五九真神已经被从囚牢中提出 由捆神所绑着 要在金鼎广场一根金属铁柱之上 捆神所 能够禁锢神力 并且 捆神所上有一根根尖刺 刺入神体各个关节 要血 被捆神所绑住 神力无法运转 神体也使不出力气 难以动弹 金鼎真神站在金鼎大殿上空 看着五九真神喝道 去烙魂鞭 给本神狠狠地打 直到打死为止 烙魂鞭 和捆神所一样 都是针对神灵的刑罚器具 烙魂鞭直击灵魂 神灵被限制了神力 神体 便只能凭由烙魂鞭抽打灵魂了 而灵魂是生命之源 灵魂若是毁灭 生命自然也归尽于无 虽说用烙魂鞭抽死一名真神很不容易 但只要一直不停地抽下去 总有一天会灵魂毁尽 命丧黄泉 立即便有刑法堂的神灵 取出烙魂鞭 要对五九真神用刑 宗主用刑还没开始 看守魂堂的神灵 便快速飞至金鼎广场 向金鼎真神拜倒在地 此人正是先前汇报继承真神死讯的神灵 这一次他败在地面 简直无体投地 声音颤抖 不好了 宗主 大事不好了 金鼎真神的心情 应继承真神之死而愤怒 还没改善过来 见此人又鬼哭狼嚎一般 肯定是又有坏消息 心生烦躁 一伸手便将此人抓了过来 一只无形的大手 抓住此人的脖子 举上空中 金鼎真神喝道 又有何事 这神灵被拍得喘不过气来 金鼎真神稍稍松手 他才喘了一口气 连道 宗 宗主 魏仓长老他 他的魂灯也灭啦 什么 金鼎真神大吃一惊 附近所有的真神长老 神灵 都听到了此人的话 也一个个神色大变 先是继承真神 现在又是魏仓真神 金鼎神宗两位三星真神 相继陨落 金鼎真神的左膀右臂都断了 见神 金鼎真神愤怒的一声咆哮 将手中的神灵一扔 直接摔出千里之外 大喝道 本神要将你碎尸万段 碎尸万段 至于金鼎神宗其他的真神长老 此刻虽然愤怒 却不像金鼎真神那么激愤无比 而是心中闪过一丝寒意 继承真神魏仓真神 是金鼎神宗的两大户宗长老 仅次于金鼎宗主 以及太上宗主的存在 并且 与太上宗主相比 也只是地位上稍差了一些 修为上却是丝毫不差 都是三星真神 而其他的真神长老 不是二星真神 就是一星真神 根本无法与继承魏仓 两位真神相比 就连继承真神 魏仓真神都死在了剑神身上 那么其他的真神长老 若是碰上了 那岂不是死路一条 所以他们心中生寒 对于剑神 愤怒虽有 但更多的是畏惧 害怕 众真神长老目光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神中 看到了一丝巨异 打 给我往死里打 给本神抽死他 惊傲真神 怒火无处可谢 看着金鼎广场上的五九真神 顿时怒喝起来 刑罚堂的神灵顿时领命 挥出烙魂鞭 对五九真神抽打起来 烙魂鞭 每一鞭都直及灵魂 五九真神本是属于昏迷状态 被烙魂鞭一抽 顿时便醒了过来 发出一声惨叫 那来自灵魂的伤害 就算是真神都忍受不住 本能的惨叫 不多时 金鼎宗周边 传颂大殿中 一阵光芒闪动 天云少主 带着一位真神强者出现 很快 有人向金熬真神汇报 星河大陆天云少主求见 天云少主 金熬真神对于天云少主的到来 感到惊讶 挥手道 让他进来 不依惠尔 天云少主便带着那位真神强者 来到了金鼎广场 金熬真神已经进入金鼎大殿 有客来访 自然不能在外面的天空中接见 天云少主 天云少主一进金鼎大殿 金熬真神便起身相迎 当他的目光落在天云少主身旁 那位真神强者身上时 神色更是一动 形钢长老竟然也来了 另比宗棚必生辉 快快请坐 能让金熬真神如此重视的人 这形钢真神定然不是普通的真神强者 的确如此 这形钢真神 是天元神宗的长老 和金熬真神一样 也是经历了七次涅槃财成的真神 真神出其修为 四星站立 修为 实力和金熬真神相当 还是天元神宗的长老 金熬真神当然不敢轻视 金鼎宗主 天元少主 行当真神向金熬真神为为行礼 便在客座坐下了 金熬真神道 两位大驾光临 前来本宗有何贵干 天元少主道 本少听闻 见神未死 从玄黄空间逃了出来 并且还及杀了贵宗继承长老 不知是否 金熬真神点点头 天元少主脸上闪过愤怒之色 好个剑神 短短一甲子 竟然有了如此实力 看来 他获得玄黄灵器 获得的好处非常大 金鼎宗主 剑神夺本少的造化才有今天 本少愿祝金鼎神宗一臂之力 诛杀剑神 金熬真神大喜 继承真神 为仓真神相继陨落 他没了左膀右臂 而剑神速度极快 神体防御力极强 他单独一人 还真是没有 急杀剑神的把握 第952章 暗风道剑 天元少主 行当真神到达金鼎神宗时 夜星也到了星园大陆附近 夜星并没有进入星园大陆 而是在星园大陆外的虚空阴影中隐藏着 施展破虚神童看入星园大陆 观察金鼎神宗 他现在的实力 急杀六涅真神并不困难 但是 金熬真神是七涅真神 四星战力 与六涅真神有本质的区别 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必须的小心谨慎 好好谋划 看到五九真神在金鼎广场上受罚 夜星火冒三丈 本想偷偷潜入星园大陆 就要动手 但看到天元少主 行刚真神 夜星忍耐下来 凭夜星的同数 自然是看出行刚真神乃是七涅真神 和金熬真神一样 拥有四星战力 一个四星真神就不好对付 两个四星真神 难度就大了 夜星对于自己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还没有确切的底数 不想同时对付两个四星真神 接下来的是 夜星一直用破虚神童监控 得知天元少主 行刚真神竟然也是为了对付他而来 眉头一皱 杀鸡涌动 拳黄灵气 是我第一个发现 也是我第一个抓住 这天元少主却说是我夺了他的造化 真是不知廉耻 夜星心中冷恨 在拳黄空间 你是我树剑 害得我还中了金毛真神的混元金鼎一状 当时我发誓此仇非报不可 但随着时间流逝 一甲子过去 对于你我却是淡忘了 原本我杀了金鼎宗主 便通过金鼎宗的正法离开银星界 不会再跟你计较 你却自己找上金鼎宗 还想置我于死地 你这是自己找死 我若是不杀了你 还真是对不起你这番热情 他们有两位死心真神 看来得是仪式这六十年来 领悟的心神通了 只要先解决掉一个 就好说了 五九是真神强者 烙魂鞭虽然能伤害他的灵魂 但一时半会也伤不了他的性命 凭烙魂鞭想抽死一位真神 至少也得连续抽上大半年才行 既然五九真神没有性命之忧 叶星只能让他多忍受一些伤痕 待到日落月升 黑夜降临 叶星才进入星源大陆 叶星的黑暗真意领悟到了大成之境 是黑夜中的行者 无声无息 他来到金鼎神宗十余万里之外 一片荒芜山脉之中 无人感应到他的存在 黑暗的天谷中 叶星拿出了银龙射天宫 运用射手座星象 朱雀星象乃是火焰星象 在黑夜中极为显眼 不能运用 射手座星象被夜空笼罩 除非附近有其他武者仔细观察 否则不会被人发现 叶星拉开银龙射天宫 一只漆黑箭矢瞬间出现 神通按风道剑 这是叶星星领悟的神通 蕴含黑暗真意 风之真意 剑矢不仅漆黑无比 与黑暗融合为一体 并且拥有风的力量 急速旋转着 增加了速度和穿透力 按风道剑 快速 穿透力强 并且与黑暗融为一体 神不知鬼不觉 是偷袭的利器 杀人于无声无息之中 再配合上叶星最新领悟的 剑道破须之力 剑矢可在虚空中穿梭 那更是可怕 试想一下 一只无声无息的剑矢 目光不可见 还能穿梭虚空 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突然间出现 谁能抵挡得住 只要破须之境的剑道之力 配合按风道剑的神通之力 能够穿梭过 金鼎神宗的阵法封锁 金鼎宗主就必死无疑 夜星的破须神童 在夜空中不受影响 他注视着十数里外的金鼎神宗 心中暗道 作为五星势力 金鼎神宗拥有不少七级阵法 虽然只是普通的七级阵法 只能抵挡普通真神的攻击 但最核心处 确实有小成七级阵盘 可以抵挡四星真神的攻击 夜星若是先攻击阵法 炼打草惊蛇 失去了偷袭的效果 所以 他打算用破须之力的剑道造翼 再加上神通对于普通防御的穿透效果 先是一试看看能否直接穿梭过阵法封锁 攻击到金鼎宗主 夜星的杀意 锁定了金鼎宗主 金鼎宗主虽然未能感应到黑暗中传来的危险 但也有些心血来潮 心中微微一动 只是 金鼎宗主不知 这是新神市井 他并没有意识到 他在金鼎神宗之中 也能遇到危险 西欧 夜星的杀意锁定金鼎宗主那一刹那 夜星射出了暗风道剑 暗风道剑 与黑暗融为一体 在夜空中穿梭 在破须之力的作用下 直接破碎空间 进入了次元虚空 阵法的力量 在次元虚空中 依旧有效果 吸急阵法封锁的区域 平顺移穿梭虚空 是无法直接进入的 但是 暗风道剑不仅仅只是 拥有破须之力 他更是神通 神通对于普通防御有忽视效果 夜星的暗风道剑 是大成真意融合而成 一般的七级阵法 根本防御不住 暗风道剑在次元虚空中 穿梭了所有的阵法力量 从次元虚空射出 直接出现在金鼎宗主身后 直到此刻 金鼎宗主才感到了生死危机 但是 已经迟了 金鼎宗主只来得及催动神力护体 完全来不及即出神器抵挡 扑 纵然金鼎宗主的神力防御 强大无比 但按风道剑的穿透力十分强大 还是破开了防御 射入金鼎宗主体内 金鼎宗主的神体 顿时裂开 中剑处瞬间粉碎成各大窟窿 并且伤口还在继续粉碎 向四方蔓延 不 金鼎宗主 一声惨叫 他感觉到了生命急速流逝 若非他经历了七次涅槃才成就真神 这一剑肯定会要了他的命 将他顺杀 金鼎宗主的惨叫声 响彻整个金鼎神宗 所有人听到惨叫声都大吃一惊 心中大害 那可是金鼎宗主金毛真神的惨叫声 按风道剑的特点 便是无声无息 神出鬼没 夜星射出一剑 继续隐藏在黑暗之中 除了金鼎宗主这个中剑者 别人都不知道 金鼎宗主遭遇了什么 这一剑 要了金毛真神半条命 他立即祭出了混元金鼎 混元金鼎 变成一人波高 倒靠而下 将金毛真神护在其中 那剑使从次元虚空射出 令人防不生防 唯有将四方全部防守 金毛真神方能安心 第953章八星蓝命 夜星射出第一剑 剑按风道剑穿过了正法之力的封锁 便心中大喜 立即射出了第二剑 又是按风道剑 不过 金毛真神的反应极快 直接用混元金鼎护体 无论是破虚之力 还是神通之力 都无法穿透极品神器 当的一生 按风道剑被挡了下来 混元金鼎 只能护住上方和四方 下面的大地 你可能防御得住 夜星倾笑一生 再次射出按风道剑 按风道剑穿梭阵法封锁 在次元虚空中直接射入地底 然后转变方向 由下而上从次元虚空中射出 大地对于按风道剑而言 毫无阻挡之力 按风道剑从金毛真神的脚底射入 再次穿透神体 又是一声犀利的惨叫声发出 正面战斗 夜星想杀金毛真神 并不容易 但是 躲在暗处放冷剑 破须之力配合神通之力 却是神不知鬼不觉 仅仅三剑 便命中两剑 金毛真神顿时遭受了致命一击 被第二只按风道剑射中 金毛真神的神体彻底分裂 化为粉碎 成了生命粒子 滴血不胜 无力重生 直接命丧皇权 金毛真神 恐怕万万都没有料想到 自己会如此轻易的便被剑神给射杀了 他用诱饵吸引夜星来精鼎神宗 简直就是个笑话 这完全是把阎王爷给领上了门 听到金毛真神的第二声惨叫 金鼎神宗的舞者更是惊恐 这时 看守魂堂的神灵 惊恐的好了起来 大大事不好了 宗主的魂灯也也也灭啦 这一句话 完全摧毁了金鼎神宗舞者的心理防线 继承真神 为仓真神相继丧命 现在宗主金毛真神也丢了性命 关键是他们还不知道究竟是谁杀死了宗主 此刻金鼎神宗的太上宗主又不在宗中 他寿元将近 年寿已高 早就云游天下去了 现在金鼎神宗群龙无首 听到金鼎宗主的死讯 顿时便如同一般散杀一般 四散逃亡 连宗主都死了 说明宗门阵法也没有用 谁还敢停留在金鼎宗内 众舞者自然是能有多快就逃多快 宗门阵法都不管了 金鼎神宗的两个客人 天元少主行刚真神 也因金鼎宗主之死而喝了一大跳 这黑夜之中 一位死心真神 仅仅两声惨叫便生死命丧 这着实让人胆寒 天元少主 或是心有灵犀 或是对于夜心的剑道有所感应 施展神级铜树 向夜心所在的方向看了过来 两人的铜树碰撞 互相看到了对方的身影 天元少主神色大阵 杀死金鼎宗主之人 竟然真的是剑神 虽说天元少主心中 已经想到这的可能 但是他还是无法相信 剑神六十年前才是肆虐准神 仅仅六十年过去 实力就达到了如此地步 就连死心真神都能射杀 在天元少主看来 就算是炼化了玄黄灵气 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进展 天元少主哪知 夜心可不仅仅只是修为 从四孽准神提升至了六孽准神 其他的方面更是有极大的进步 如领悟心的神通暗风道剑 剑道造一从锁魂突破至了破须 这都是能够杀死金鼎宗主的关键 此时天元少主虽然看到了夜心 但是心中更是胆寒 他能够从夜心的目光中 感应到杀意 夜心的嘴唇 这时动了 说了一句淳语 你自寻死路 我让你如愿 修 夜心再次射出暗风道剑 这一次的目标是天元少主 少主 阵法封锁没了 我们快离开这里 与此同时 形刚真神一声大喝 见精鼎神宗的武者连阵法都放弃了 四散而逃 他也抓住机会 和天元少主逃亡 毕竟 精鼎真神的实力 不在他形刚真神之下 精鼎真神能被人射杀 可见 若是他被暗中的敌人列为目标 恐怕也极难活命 然而 天元少主听到他的呼喊声 却是并没有动 而是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然后 一件中品神铠出现 便将天元少主包裹的炎炎实实 天元少主 看到夜星射出了箭矢 但是 箭矢一出现 便进入了次元虚空 迫虚而行 消失于天元少主的视野 如此一来 天元少主虽然知道夜星向他射了一箭 但却不知道这一箭从什么地方射来 他如何抵挡 面对这样的箭矢 简直必无可避 所以 天元少主心中顿声惊恐 连忙使用了中品神铠 就算是六星真神权力一级 他有中品神铠也能承受得了 但是 天元少主显然没有料到 夜星这一箭 不仅仅只是破虚之箭 更是神通之箭 暗风道箭瞬间出现 从次元虚空射出 出现在天元少主身后 少主 箭矢破空 虽然肉眼不可见 但行刚真神精神感应到了 一声惊呼 挥出一柄上品神刀 急速斩落 然而 暗风道箭现身 与天元少主的距离已经很近了 半个瞬间不到 便已射中天元少主的身体 作为神通 暗风道箭无视中品神铠的防御 穿梭而过 直接射中中品神铠中的身体 一声犀利的惨叫声传出 天元少主虽然经历了七次涅槃 但还未度真神节 生命力可与金顶宗主无法相提并论 神体被一箭粉碎 直接秒杀 在生命消失的那一瞬间 天元少主无尽悔恨 若不是他前来金顶神宗 怎会有杀身之祸 叶欣说的没错 他就是来自寻死路 行刚真神的神色 瞬间化为惊骇 天元少主可是天元神宗三万年来第一天才 宗主已经确定的接班人 实在是难以想象 天元少主丧命 天元宗主会产生怎样的怒火 但是 无论天元宗主有怎样的怒火 行刚真神都觉得自己应该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直接向金顶神宗的传送阵法冲去 对于行刚真神 叶欣没有在下杀手 毕竟 对方是死心真神 并且有了防备 按封道剑未必凑效 即杀对方可能需要多次攻击 天元少主丧命 天元神宗必定知晓 现在时间是争分夺秒 叶欣得赶在天元宗主 或者是天元神宗五星以上的真神强者赶来之前 离开这里 没有了阵法封锁 叶欣一个瞬移便出现在金顶广场 将五九真神解救 收入了星辰殿房亭的空间 然后 一伸手便将金熬真神的混员金顶抓了过来 接着运用混动星象 吞噬天元少主的天命之火 同时将那套中品神铠也收了起来 紧紧竖息便吞噬完毕 叶欣的天命又提升一级 达到了八星蓝命 搜叶欣冲向金顶神宗的传颂阵 秦刚真神早已通过传颂阵离开 叶欣将传颂阵封锁 让其他的传颂阵无法传颂过来 然后 叶欣按照五九真神曾经 告诉他的阵法刻度 调整阵法 用极品星晶激发阵法 搜的一下 便传颂至了通网轮回界的阵法空间 第九百五十四章至尊提清 天心未面 共有三千大千世界 有的界面五道水准高 真神如云 甚至 偶尔会有至尊出世 有的界面五道水准低 真神屈指可数 自界面诞生 从未出现在五道至尊 虽说 不少界面中 五道至尊就是个传说 但是 就整个天心未面而论 却还是有一些 其中 五道至尊 亦有强弱之分 最弱的至尊一介无敌 却不能无敌于整个未面 最强的至尊却是纵横三千界面 站在天心未面的真正巅峰 他们将整个三千界面 划分为各大界域 各为领地 而今 天心未面共有十位 最强至尊 分别是混动至尊 太阴至尊 太阳至尊 黑暗至尊 光明至尊 死亡至尊 紫微至尊 轮回至尊 五行至尊 雷法至尊 这十大至尊 划分天心未面为十大界域 各为界域之主 十大界域 以十大最强至尊为名 近日 一则消息 在十大界域之间传播起来 能够行走于十大界域的强者 定然是五道至尊 五道至尊传出的消息 自然也是在五道至尊的圈子中传播着 消息称 十大最强至尊之一的轮回至尊 有依女为清宣 以轮回大道重生 拥有至高星象处女座星象 至今未有伴侣 此消息 顿时在十大界域之间 掀起一阵风浪 就算是五道至尊 听到消息也都动容 处女座 乃六大星座星象之一 并且 是六大星座星象中 最特殊的星象 论微能 处女座星象在至高星象中 居于末流 但是 却有进化一切邪读之术的功效 无论是精神控制 还是邪术诅咒 或者是各种奇毒 都能被处女座星象进化 拥有处女座 百毒不清 精神不够 邪术退避 并且还能帮助他人解毒驱邪 功效逆天 并且 处女座星象还有一种逆天功效 那就是能助圣洁道体 圣洁道体为王区时是极品王区 神体实为极品神体 不仅生命力超强 并且 圣洁道体还可助人正道至尊 天星未圆面 三千界面 无尽岁月诞生了数不清的真神强者 哪怕是真神极限的强者 也数不生数 甚至 许多真神极限的强者 拥有极品神体 拥有至高星象 拥有一切成为五道至尊的条件 但就是完成正道那一步 无法问鼎至尊 而五道至尊 整个天星未面 无尽岁月的积累 最强至尊只有十位 加上其他的普通至尊 也不足百人 可想而知 无尽岁月中 有多少五道天才 倒在了正道至尊这最后一步 而圣洁道体 却是能够让拥有问鼎至尊条件的真神 直接百分百正道成功 所以 虽然战斗方面 处女座星象不如其他的至高星象强大 但是 论重要性却不比任何至高星象差 试想 哪位至尊手下 没有资质出众的五道天才 可是 他们问鼎至尊的希望却很渺茫 如果有一位拥有处女座星象的舞者帮助 他们百分百能够问鼎至尊 谁不想拥有这么一位能点石成金的无上至宝 当然 这件无上至宝是十大最强至尊之一的轮回至尊的女儿 在轮回圣地中 是没有人敢硬抢的 于是 听到消息的五道至尊 纷纷感知了轮回圣地 带着有条件问鼎至尊的属下 向轮回至尊提倾 五道至尊 因正到实正的道不同 分为三个档次 轮回至尊是最强至尊级别 属于第一档次 敢向轮回至尊提倾的 至少也是第二档次的至尊 至于第三档次的至尊 一来没有和轮回至尊平等谈话的资格 二来 手下若成至尊 最差也是第三档次 和自己平等 根本驾驭不住 只有第一第二档次的至尊 才有资格拥有至尊级别的下属 近些日子 一位为至尊前来轮回借欲提倾 都快把轮回圣地的门槛给踏破了 不过 轮回至尊一一回绝 开什么玩笑 他轮回至尊的宝贝女儿 岂能成为他人正道至尊的工具 就算是一位为至尊门许出天大的好处 轮回至尊也毫不留情的直接拒绝 毕竟 一开始前来提倾的 都是第二档的五道至尊 轮回至尊在他们面前 是高一筹 不必留情 直到 同样名列十大最强至尊的子威至尊到来 启禀至尊 子威至尊求见 轮回圣公 后殿居士 一位真神强者快步走路 对轮回至尊恭敬地说道 近日 连连有至尊前来轮回圣地求见 目的无非就是求卿 轮回至尊不厌其烦 但是 听到来的是子威至尊 轮回至尊还是神色一动 道快快有请 很快 轮回至尊来到轮回圣殿 在正典中接待 子威至尊 是十大至尊中极为特殊的一个 是唯一建立至尊神庭 一同整个监狱的至尊 这与他正道的帝王大道有关 国运强势 他的帝王大道变越强 实力变越可怕 子威至尊身着紫色的金龙黄袍 相貌威严 有极强的帝王之气 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欺涅准神 同样是紫色黄袍 只是上面没有金龙刺绣 而是银龙刺绣 很显然 子威至尊恐怕也是为了求卿而来 子威兄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失禁失禁 子威至尊一进轮回圣殿 轮回至尊便起身迎上 哈哈 轮回老弟 好久不见 子威至尊哈哈笑道 轮回至尊是十大最强至尊中最年轻的一个 子威至尊要比轮回至尊大得多 自然是以胸居之 晚辈子穴枪神 见过轮回至尊 那年轻的欺涅准神 可不敢向子威至尊一般随便 恭敬的向轮回至尊行礼 不必多礼 轮回至尊向子穴枪神看了一眼 唯唯压道 子威兄 他以子穴为封号 莫非是继承了你的至尊血脉 子威至尊呵呵一笑 不错 子穴乃这数万年来 我的后辈子孙中血脉凡祖最强的一个 继承了我八成血脉 天赋也是最佳 有问鼎至尊之姿 轮回老弟 想必你以之老哥来意 我就是给子穴这孩子来提亲来了 第955章子穴枪神 轮回至尊呵呵一笑 子威兄先请坐下 我们慢慢谈 虽说子威至尊的身份不一般 但轮回至尊也是和他平起平坐的存在 事关自己的女儿婚事 当然不是子威至尊一句话 轮回至尊便会同意的 子威至尊在客座坐下 子穴枪神则恭敬地站于身后 在两大至尊面前 他这个后辈准神 还没有同坐的资格 落座后 子威至尊说道 子穴这孩子 修行780余载 500岁便进行了第7次涅槃 而今已是新涅七重巅峰的修为 有望在千岁之前 进行第8次涅槃 2000岁之前9次涅槃 3000岁前成为真神 绰绰有余 并且 他也继承了我的子威心相 精修枪道 造诣非凡 他日必能领悟完整枪道 问鼎至尊 轮回老弟 子穴这孩子 能配得上你那宝贝女儿吧 子穴枪神 脸上唯唯显露出骄傲之色 子威至尊已经活了几十万年 子孙不知道有多少 除了最初几代子孙天赋极高 往后便逐渐平庸下来 到了子穴枪神这一代 更是连真神都难成 而子穴枪神却是例外 他血脉凡祖 继承了子威至尊八成血脉 子集天命 天赋极高 最为难得的是 还继承了子威至尊的 非至高星象子威星象 子威星象 号称帝星 至高无上 星象一出 非至高星象 竟皆臣服 失去效果 就算是至高星象 在子威星象面前 也得功效减弱 拥有此等星象 是天生的帝王 战斗极其厉害 在子威神庭 子穴枪神 不仅横扫同辈 就连网上几代 那些已经成为了真神 或者是七涅八涅准神的天才 都不是他的对手 如此出众 的确是有骄傲的资格 轮回至尊施展轮回神童 看了子穴枪神一眼 子威至尊说的不错 子穴枪神的年纪的确才七百八十多岁 修为已是新涅境七重巅峰 与先前来提亲的后辈天才相比 子穴枪神的确是要更出众一些 不过 这不足以打动轮回至尊 为清宣若需要有人守护 若需要依靠 轮回至尊自己 就是最大的守护 最大的依靠 他人前来提亲 都是看中了为清宣的处女做星象 这样对他人有好处 但是 对于为清宣本身 并无好处 作为父亲 轮回至尊自然是要替女儿多考虑一些 见轮回至尊未动声色 子穴至尊呵呵一笑 继续说道 轮回老弟 听说弟妹遭了血力至尊的毒手 你一直想要复活他 若这门心事能成 老个愿陪你去死界走一趟 如何 赤界分生 死两界 武者死后 若有灵魂 灵魂会便被吸入死界 武者修炼到准神之境 灵魂便可离体而活 真神更是灵魂力量大增 死后灵魂坠入死界 亦可长存许久 不过 死界是死灵的地盘 生灵进入 否则 必遭死灵吞食 唯有五道至尊 实力绝顶 哪怕遇上了死灵至尊异能一战 方能进入死界 但这也是极其危险之事 若是被众多死灵至尊围攻 哪怕是五道至尊 都有陨落的可能 尤其是将已故之人灵魂代理死界 乃逆天之举 违背死界意志 死界意志 乃天道规则 相当一味圆武道至尊 所以 待灵魂离开死界 只有至尊级的实力才能做到 并且 哪怕是至尊在对抗死界意志时 也无暇他顾 这时若有死灵至尊袭击 将有性命之忧 因此 想要前往死界寻找已故之人的灵魂 哪怕是最强至尊 都不能单独行动 至少也需要两位元至尊同行 方有希望 紫薇至尊是最强至尊之一 不弱于轮回至尊 两大最强至尊联手 希望比起轮回至尊 与一位普通至尊联手要大得多 整个天心未面 最强至尊就只有十位 可想而知出现一位最强至尊的几率有多小 就算维清宣日后能够成为至尊 恐怕也是成为普通至尊的几率居多 他们妇女联手 还不如与紫薇至尊联手 并且 正道至尊的难度太大了 维清宣能不能成为武道至尊 还不能确定 即便是能成为至尊 那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紫薇至尊提出的条件 令轮回至尊大为心动 这意味着用不着等到维清宣成为至尊 只要维清宣和紫薇枪神的亲事一成 轮回至尊就有希望将妻子从死界救回来 不过 轮回至尊清楚 维清宣才是这门亲事的当事人 他清楚女儿的脾气 这门亲事成不成 还得看女儿的意思 轮回至尊道 紫薇兄的条件 我甚是满意 不过 这门亲事终究是我女儿的亲事 我得先征询她的意见 之后才能给紫薇兄打付 紫薇至尊唯唯一笑 既然轮回至尊同意了 这事便等于事成了 那我就等轮回老弟的好消息了 不行 我不要嫁给任何人 我要等叶新哥 叶新哥一定会来的 维清宣听了轮回至尊的讲述 一口便拒绝了 轩儿 那叶新才仅仅五星蓝命而已 就算有什么奇遇 修炼一辈子也很难前来轮回戒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怎么还是对她念念不忘 轮回至尊苦口婆心地说道 不说之前那些前来求亲的天才 就说这紫薇枪神 紫吉天命 至尊血脉 紫薇星相 五百岁变成七涅准神 如此天赋 不比那叶新强多了 并且她一表人才 又是紫薇至尊的后人 身份也配得上你 日后你们成为至尊 便能长相厮守 你们两个结亲 有何不好 唯轻轩神色坚定 我与那紫薇枪神 素不相识 我们之间没有感情 怎能长相厮守 父亲 我相信叶新哥 他虽然修行时间短 但叶新哥绝对不比紫薇枪神拆 轮回至尊道 不比紫薇枪神拆 紫薇枪神现在的实力 在真神之中都达到了四星天上 你叶新哥若真不比他差 有这等实力 早就来到轮回界了 轩儿啊 你醒醒吧 叶新和你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不可能来轮回界 你们之间 不可能再见面了 第956章 我相信叶新哥 唯轻轩沉默了片刻 眼神逐渐明亮起来 我相信叶新哥 他一定会来找我 并且 我能感觉到 他很快就要来了 父亲 你等着吧 叶新哥一定会胜过 所有钱来求亲的天才神灵 叶新哥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唉 轮回至尊叹息一声 在他看来 唯轻轩简直就是入魔了 轩儿啊 你不为你自己着想 也该为你母亲考虑考虑 你母亲是因为你才遭了血力至尊的毒手 死结的环境恶劣 并且危险重重 你母亲的灵魂每日都在遭受磨难 甚至会魂飞魄散 紫薇至尊答应我 只要你与子血枪神的亲事成了 他便陪父亲前去死界一趟 把你母亲的灵魂救出来 轩儿 你母亲能不能早日重生 就看你做出决定了 说完 轮回至尊又叹息一声 走至一旁 闭上了眼睛 母亲 唯轻轩 顿时泪如雨下 所有的理由 唯轻轩都能拒绝 都能反驳 唯独这一个理由 唯轻轩无力拒绝 唯轻轩被轮回至尊 接回轮回圣地 已过一百四十余年 他早已成为准神 并且经历了五次涅槃 现在是五涅准神 记忆已经全部觉醒 他很清楚 母亲对他的疼爱 呵护 为了他 明知不是血力至尊的对手 也如同飞蛾扑火一般 用生命阻拦血力至尊 若是这门心事 能够救回他母亲 他 怎能拒绝 母亲为了他 可以连命都不要 现在该是他为了母亲 付出的时候 难道就不能舍弃自己的爱 难道 为了男人 连母亲的命都不救了 怎能如此 夜心的身影 母亲的身影 再为清轩脑海中交替出现 一个是当时的记忆 一个是前世的记忆 但都是那么的清晰 为清轩要做出决定了 这让他单肠寸断 在要做出决定的时候 为清轩转身 看向了父亲轮回至尊 脑海中也回想起轮回至尊的往昔画面 突然 为清轩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中灵光一闪 为清轩的精神 顿时振作起来 挥袖擦干了眼泪 父亲 你对我说过 前往死界救人 十分危险 哪怕是武道至尊 也得互相联手 互相信任 才有希望 是不是 轮回至尊等着为清轩做出决定 没想到为清轩倒是反问起这个来了 他点点头 睁开了眼 为清轩继续说道 若是你与子微至尊前往死界 找到了母亲的灵魂 肯定是你出手相救 对抗死界意志 是不是 轮回至尊再次点头 当然 为清轩道 我记得前世的时候 父亲你跟我讲过十大最强至尊 说到子微至尊的时候 你是这么说的 子微至尊野心极大 建立神庭 不仅一同子微界域 还占领了附近几大界域一些边缘的界面 他的志向是让子微神庭一同整个天心位圆面三千界面 他想成为天心位面的唯一主宰 轮回至尊若有所思 不错 为清轩道 父亲段不可与子微至尊前去死界救母亲 既然子微至尊的志向是成为位面主宰 一统天下 那么其他的最强至尊都是他的挡路者 若有机会清除其他的最强至尊 他肯定毫不犹豫 父亲 在死界之中 你救母亲的灵魂时 与死界意志抗争 正是危险的时候 这时子微至尊都不用出手害你 只要将你其之不管 若有死灵至尊赶来 你也会有性命之忧 如此关键时候 不能相信子微至尊 轮回至尊的神色一争 如果说为清轩对夜心近乎入谋的话 轮回至尊对于救他妻子 何尝不是入谋 为清轩说的这些 轮回至尊自己早该想到的 但是 因为是关救他妻子 轮回至尊关心则乱 便忽视了其他的方面 为清轩停顿了一下 加重了语气说道 若子微至尊真是有一统天心未面的大志 我敢断定 父亲陷入两难之际 他绝对不会袖手狂观 而是肯定会出手 将父亲送入必死之境 父亲 轩儿也想将母亲救出来 但是 前往死借救母亲 太过危险 必须是能够互相信任 生死相托之人 才能前去 否则 不仅母亲救不回来 恐怕父亲也要陷进去 轩儿已经失去了母亲 不想再失去父亲 父亲 拯救母亲之事 必须的等轩儿问鼎至尊之后 或者是我先祝夜心得问鼎至尊 才能前去 父亲的搭档 除了轩儿自己之外 轩儿只相信夜心哥 身为至尊 自然不是愚蠢之辈 这些问题 轮回至尊只是没有去想 现在被为清宣一点名 轮回至尊哪还不明白 别看十大最强至尊之间都客气得很 互相尊重 看上去十分友好 这是因为在无法奈何得了对方的前提下 面对一个不弱于自己的对手 必须的尊重 友好 但是 一旦有了致命的破绽 被对方抓在手里 对方还会客气吗 至尊之意 是至高无上 天下共尊 应该具有唯一性 若只有一个五道至尊 自然是至高无上 天下共尊 若是有了很多五道至尊 那还是至高无上吗 还有唯一性吗 至尊之间 也有强弱之分 弱的至尊自然谈不上至高无上 就算是十大最强至尊 实力是天心未面的最巅峰 无上这一点是有 但至高就说不上了 至高应有唯一性 不是唯一的最强者 就谈不上至高 十大最强至尊 心底里都是骄傲的 谁不想自己成为那真正的唯一 真正的主宰 所以 有机会弄死对方 十大最强至尊想必没几个会犹豫 只要把其他的最强至尊都弄死了 只剩下自己 那不就是真正的至高无上 唯一主宰了吗 轮回至尊叹息一生 是为父的执念太深了 以至于入了魔障 看不清事物 不过轩儿你 何尝不是执念太深呢 以拥有处女做星象的消息 已经传开 前来提心的至尊会越来越多 紫薇至尊来了 其他的最强至尊肯定也会前来 为父弱是将他们全部都拒绝了 岂不是将所有的至尊都得罪了个遍 轩儿 你还是不如趁此机会 挑选一个如意郎君 父亲不求能救出你母亲 只求你能够找到一个好伴侣 第957章 夜星到了 唯清轩道 夜星哥就是我的如意郎君 轮回至尊道 你真是 好 我就把夜星也列为星中的人选之一 我倒要看看 他究竟会不会来 我会继续在前来提心的天才中挑选 若是我挑选到了合适的人选 夜星还没有出现 你就死了这条星吧 唯清轩神色坚定 眼中绽放着光芒 夜星哥一定会来的 轮回至尊预料的不错 自紫薇至尊前来提心之后 没过多久 又有最强至尊来到轮回圣地 是死亡至尊 轮回至尊 死亡至尊 死亡至尊 在十大至尊中 比较特立独行 是极少现身的最强至尊之一 轮回至尊他并不是很熟悉 没有与紫薇至尊那么熟绕 死亡至尊身着漆黑的长袍 整个人都笼罩在阴影的气息中 散发着死亡的味道 与所在的铃声世界 格格不入 在死亡至尊身后 跟着一人 也是穿着漆黑的长袍 但气息与死亡至尊有所不同 没多少死亡的味道 反倒是有一种丰锐的气息 如同一柄神剑 一柄天刀 死亡至尊坐下弟子九死刀神 拜见轮回至尊 这如同神剑天刀的黑袍人 向轮回至尊行礼 从语气中可听出他的恭敬 轮回至尊请死亡至尊入座 九死刀神利于死亡至尊身后 与轮回至尊见过礼后 便一言不发 轮回至尊命人端上神酒 神果 道死亡至尊 酒不出事 今日前来我轮回宫 真是难得 呵呵 轮回至尊 自从在你的至尊宴上一见之后 我们之间可是有好几万年没有见面了 死亡至尊唯唯一笑 饮下一柄神酒 平日无事 本座呆在死亡谷中 不爱出来 不过 近日听闻轮回至尊你有一个天资极佳的女儿 尚未成亲 呵呵 死亡至尊笑着 像身后的九死刀神偏了偏头 本座恰好也有一位天资极为不错的弟子 九死这孩子 拥有至高星象死亡星象 子及天命 并且还是刀到天才 修炼四百年 便经历七次涅槃 成为七涅准神 而今又过两百年已是心涅七重巅峰的修为 有望在八百岁内 完成八次涅槃 日后该有五成以上的几率 问鼎至尊 轮回至尊 你看我这弟子九死刀神 可配得上你的女儿麻 紫血枪神 五百岁七次涅槃 千岁之前有望八次涅槃 九死刀神 四百岁七次涅槃 八百岁前有望八次涅槃 看资质 两人似乎差不多 甚至 紫血枪神还有极高的至尊血脉 要更胜一筹 但是 九死刀神的修炼速度却是更快 恐怕 在悟性方面 九死刀神比起紫血枪神要更高一筹 可至尊血脉 对于正道至尊有一定的帮助 综合来讲 两人将来问鼎至尊的几率差不多 相对于紫血枪神 九死刀神并没有根本性的优势 而论喜好 轮回至尊明显要偏向紫血枪神一些 再怎么说 紫血枪神一表堂堂 透露的气息让人舒服 而九死刀神身上的死亡气息虽淡 却也令人不爽 轮回至尊都没有答应紫微至尊的提心 自然也不会答应死亡至尊 轮回至尊呵呵笑道 贵徒天资卓越 身份非凡 配上任何人都绰绰有余 不过 我女儿的亲事 还得看我女儿的意思 死亡至尊 待我与女儿商量之后 再给你答复 还是用相同的方法 轮回至尊打起了太极 所有前来轮回圣地提心的至尊 轮回至尊都没有直接拒绝 也没有正面答应 都安顿在了轮回圣地的客院之中 至尊的寿源 理论上是永恒 既然来了轮回圣地 自然也不在乎多待一点时间 便在各自的怨辅中 等待着轮回至尊最终的选择 又是一段时日过去 这一日 又有一位最强至尊 来到了轮回界 与此同时 轮回界 轮回大陆 轮回城的传送大殿 八级传送阵法区域 一阵光芒闪动 一个身穿天蓝长袍的年轻人 突然出现 天蓝长袍的年轻人 看着这巨大的传送殿 满眼都是兴起与喜悦 轮回界 这里就是轮回界 在传送阵法中穿梭了整整三天 我终于到了 新轩 我来了 年轻人自言自语 正是从迎星界而来的夜星 迎星界在轮回界域中 属于边远区域 哪怕是八级传送阵法穿梭虚空 夜星也花了整整三天 才从空间通道中出来 五九真神在金鼎神宗被关了六十年 时常受到折磨 后来又被烙神边抽了许久 伤得比较重 夜星便让他在店内空间休养 暂时没打算让他出来 离开阵法区域 夜星拿出通讯珠 并没有感应到为清暄的通讯珠 怎么回事 夜星神色一亚 这里是轮回界的轮回大陆 位于同一边大陆 通讯珠应该能护感应才对 究竟是距离太远 还是不在同一片空间 夜星想了想 走出传颂大殿 发现城中的武者 几乎都达到了准神之境 就连真神强者 也看到了不少 找到一个真神强者询问 夜星才知道 原来轮回圣地 就在这轮回城中 不过 轮回圣地 自成一片空间 怪不得通讯珠之间无法感应 轮回城最中央 有一座空间之门 除非是武道至尊 否则 进出轮回圣地 都需要通过这座空间之门 空间之门旁边 时时刻刻都有 一对准神卫兵看守 队长则是位真神强者 站住 夜星来到空间之门附近 便被守卫空间之门的神卫阻挡下来 此处乃轮回圣地 闲杂人等 速速离开 夜星抱拳 行了一礼 在下是为清轩的朋友 请各位兄弟行个方便 让我进去 领队的真神强者道 你是圣女的朋友 叫什么名字 夜星道 夜星 领队的真神强者想了想 道 你等着 我去问问 不多时 这真神强者便回来了 吩咐神卫让开一旁 进去吧 里面有人带你去见圣女 第958章 太阴圣子 轮回圣殿 轮回至尊正在接待太阴至尊 太阴至尊也带了一位年轻准神 这是本座幼子 太阴圣帝的圣子 灵儿 还不拜见一下你未来的乐障大人 那年轻准神向轮回至尊行了一个子之礼 太阴圣子 拜见乐障大人 轮回至尊略有不少 但太阴至尊可是比子微至尊都还活得更久的存在 倒也不好翻脸 轮回至尊道 太阴至尊说笑了 我们两家能不能结清 还说不定呢 太阴至尊哈哈一笑 拍着胸膛道 轮回至尊 本作敢打包票 你若知晓我这幼子的天赋 绝对不会拒绝这门亲事 轮回至尊先请太阴至尊入座 然后说到太阴至尊有二十几万年 没有生过子嗣吧 时隔这么久 现在竟然又生了个儿子 真是可喜可贺 修为越高 血脉越强 越难诞生后代 尤其是武道至尊 诞生后代最是困难 太阴至尊已经活了几十万年 除了最初十几万年生子 几个子嗣 之后便再也没有过子女 这下 隔了二十几万年 又生了个儿子 这种情况在武道至尊中 还真是罕见 太阴至尊对于这个幼子 显然十分满意 一提到太阴圣子便满脸都是笑意 本作也没有想到啊 上天竟然又会赐我一个子嗣 恰好轮回至尊你也生了个女儿 哈哈 看来这是他们的缘分啊 这是上天的安排 轮回至尊微微一笑 两个人在一起 不能只看缘分 还得看两人的心意 本作只是替我女儿做个粗略的筛选 具体如何选择 还得看我女儿的心意 前来提心的人太多了 可能还会有其他至尊 带着后背前来提心 轮回至尊自然不会把话说满 要慢慢挑选 哈哈哈哈 太阴至尊大笑起来 笑得很是畅快 轮回至尊 我知道你女儿的天赋 前来提心的人 定然不少 也不缺天才之辈 但是太阴至尊说着脸一扬 一脸自信之色 你若知晓本作幼子的天赋 就会明白 他们绝对是天造的一对 地设的一双 见太阴至尊说得如此肯定 轮回至尊也有了兴趣 愿闻其详 太阴至尊道 你女儿是处女做星象 神体是圣洁道体 圣洁道体可助人正道至尊 这一点 是吸引诸多至尊带着天才后背前来提心的第一原因 本作说的没错吧 轮回至尊点点头 太阴至尊继续说道 本作幼子 完整地继续了本作的血脉与体质 天生太阴道体 轮回至尊目光已亮 当真 太阴至尊呵呵一笑 你用轮回神童自己看看 就知是真是假 太阴道体 是指阴极阴的体质 可助女子正道 她们若是杰青 可以互相帮助对方正道 双双问鼎至尊 你说 这是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轮回至尊顿时施展轮回神童 看向太阴圣子 少许轮回至尊神色一争 声音震撼 果真是太阴道体 这等逆天的体质 竟然又现世了 并且 她才修行不到六百年 竟已经历了八次涅槃 太阴道体是太阴至尊的体质 这种道体之阴纯阴 出现在男子身上 可助女子正道 和为清宣的圣洁道体相得一章 恰好互助互利 能够让两人双双正道 仅是太阴圣子拥有太阴道体 轮回至尊便动了心 之前的提倾 都是那些天才占便宜 为清宣吃亏 而与太阴圣子结清 双方都能正道至尊 就谈不上谁吃亏 谁占便宜 更何况 太阴圣子修行才修行不到六百年 便已是八涅准神 虽然他才没有涅槃多久 但是 这也比之前提清中最出众的两人 紫血枪神 九死刀神要更出众的多 论年纪 太阴圣子还不如紫血枪神 九死刀神大 但论修为 却是高了一个境界 潜力自然是比后两者高了一个档次 天赋出众 潜力超凡 并且还有太阴道体 可助为清宣正道至尊 轮回至尊看着太阴圣子 无比顺眼 这就是他心目中的最佳女婿 太阴至尊对太阴圣子继续夸赞 不错 他已是八涅准神 在三百岁的时候 便经历了七次涅槃 五百六十岁经历了八次涅槃 千岁之前 必可九次涅槃 呵呵呵 轮回至尊 本座幼子 佩妮女儿 不差吧 不差不差 轮回至尊连连挥手 高兴的道 太阴至尊 贵子真是让本座为之惊喜 哈哈 太阴至尊道 那这门亲事 轮回至尊是同意了 同意 当然同意 轮回至尊高兴地说道 不过想到女儿未必会答应 轮回至尊脸色一沉 没有将话说死 本座是万分同意的 不过 此事我还得跟我女儿商量商量 她才是最终做决定的人 哈哈 哈哈 太阴至尊笑道 轮回至尊对于女儿真是疼爱有加 呵呵 此事与闺女也是大有好处 相信她听了不会拒绝的 并且 轮回至尊也不要觉得拒绝了其他的人会得罪他们 我太阴至尊和你轮回至尊结清 嘿嘿 看谁敢说风凉话 前来提亲的至尊不少 答应其中一个 就得拒绝其他所有 让那些至尊等回答 没有关系 但是 拒绝了肯定不少 虽说轮回至尊作为最高至尊 其他的至尊威胁不了他 但把大部分至尊都得罪了 终究不是好事 轮回圣地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不过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全部拒绝 就全部得罪了 所以 答应一个 压力还轻一些 尤其是结清的对方实力也强大 互相承担压力 那么 这些压力也算不得什么 轮回至尊和太阴至尊都是最强至尊 他们两家结清 纵然其他的至尊不满 也不了说什么了 送走了太阴至尊和太阴圣子 轮回至尊立即向维清宣的住处而去 身影一闪 轮回至尊便来到了维清宣的房外 嗯 怎么有别人的气息 轮回至尊打开轮回神童 向房内看去 顿时两眼一瞪 大吃一惊 怎 怎么是夜星 他什么时候来的 第959章妇女争论 刚才 轮回至尊在轮回圣殿接见太阴至尊 太阴圣子 所以 夜星到达轮回圣地 被为清宣接见 他并不知晓 此时 轮回至尊心中挑选到了万分满意的女婿 乍一看到夜星 当然是大吃一惊 呼 轮回至尊的气息散发 房中 为清宣 夜星顿时便感应到了轮回至尊的气息 两人一百四十余年未见 互相都思念至极 一见面为清宣便如汝燕归巢 扑在夜星怀中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久久没有分开 夜星得 你终于来了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的 一定会 为清宣抱着夜星 兴奋地说道 眼中饮有泪水涌动 那是高兴的泪水 嗯 我来了 这些年 我一直在想办法前来轮回戒 前来找你 今天 我终于做到了 夜星也动情地说道 他才一百八十岁 和为清宣却分开了一百四十多年 实在是太久太久了 夜星轻抚着为清宣的后背 你父亲说过 只要我能前来轮回戒 他便不再阻拦我们 任我与你来往 清宣 我做到了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两人才见面没多久 话没说几句 轮回至尊的气息便横扫而至 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夜星和为清宣分开 支呀 房门打开 轮回至尊走了进来 夜星看去 这一次 他才算是真正地见到轮回至尊 看清了轮回至尊的容貌 轮回至尊身着白领黑袍 身材修长 脸上无虚 看上去约三十出头的样子 非常年轻 父亲 晚辈见过轮回至尊 为清宣神色兴奋 向轮回至尊走了过去 夜星则是恭敬地行了一礼 轮回至尊淡淡地点头 目光锁定夜星 你还真是来了 此时 轮回至尊的神态早已恢复平静 语气波澜不惊 从语气上无法判断出他心中的想法 夜星还未说话 为清宣已经兴奋地说道 父亲 我说过 夜星哥一定会来的 如何 事实证明 轩儿没有错吧 父亲已经答应 只要夜星哥能够来到轮回界 便不再阻拦我们 你可要说话算数哦 轮回至尊脸色一僵 夜星的确是完成了他说的条件 不过 此刻他已经挑选到了最满意的女婿 太阴圣子拥有太阴道体 可助为清宣正道 真神与至尊的区别 就像是凡人与神灵的区别 一个如同蝼蚁 一个高高在上 不正道至尊 中为蝼蚁 而正道至尊的难度太大 就算为清宣拥有正道至尊的条件 并且资值极高 但是正道至尊恐怕也只有五五之数 一半一半 而今 维清宣有了百分之百正道成功的几率 轮回至尊怎会让他错过 既然轮回至尊已经选定太阴圣子作为女婿 当然不会同意叶欣和维清宣再有瓜葛 轮回至尊道 若是你早些前来轮回戒 本座自然不阻拦你们 但是眼下轩儿即将嫁人 叶欣你还跑来做什么 什么 嫁人 叶欣和维清宣都惊呼一声 叶欣满脸惊恶的看着维清宣 维清宣愤道 父亲我哪里即将嫁人了 就算要嫁 那也是嫁给叶欣哥 轮回至尊一挥一袖 道 轩儿 父亲给你挑选了一个最好的如意郎君 是太阴至尊的儿子太阴圣子 他的天赋之高 还远在紫血枪神 九死刀神等年轻一辈的天才之上 最为关键的是 他拥有太阴道体 你们都是至尊子女 拥有完整的至尊血脉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维清宣愤道 我不认识什么太阴圣子 也不会嫁给什么太阴圣子 不管他有多高的天赋 有什么道体 我的心中只有叶欣哥 我只会和叶欣哥在一起 父亲 叶欣哥已经完成了你提的条件 你为何不是看不上他 轮回至尊已经认定太阴圣子为女婿 虽然他对女儿极为疼爱 但为了女儿的将来 他不得不狠下心来 让维清宣走上正确的道路 轮回至尊怒道 你的圣洁道体可助太阴圣子正道至尊 太阴圣子的太阴道体 也可助你正道至尊 你们可以双双正道至尊 他呢能给你什么 除了讨你欢心 受你好处 贪你容貌 你说他还能给你什么 叶欣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欲言又止 此刻是他们妇女间的争论 他不好插嘴 唯清宣道 武道至尊 我可以修炼 但是我的心已有所属 无法移情 父亲 你对母亲念念不忘 用情至深 难道 你会因为与其他的女人在一起有更多的好处 就会抛弃母亲吗 我知道 你不会 我也不会 这不一样 轮回至尊道 我和你母亲是夫妻 我可以为她做任何事 但你们不是 轩儿啊 你现在不知道失去另一半的痛苦 但父亲知道 不正道至尊 皆为蝼蚁 你娘即便不死于血力至尊之手 三万年寿源一尽 同样会死去 我同样会承受失去她的痛苦 但是轩儿 你可以避免这种痛苦 你与太阴圣子双双正道成至尊 双宿双飞 太阴圣子才是你最好的伴侣 你怎就不懂 唯清轩摇头 神色坚定 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正道至尊又如何 我不认识什么太阴圣子 我新来的人是夜心哥 父亲 这你可懂 你 吕劝不听 轮回至尊大怒 但看着唯清轩倔强的神色 却也知道自己无法改变她的观念 但轮回至尊相信 唯清轩和夜心还没有真正的在一起 两人分开后 时间会冲淡一切 只要唯清轩和太阴圣子在一起 两人双双正道至尊 有的是时间在一起陪着感情 轮回至尊的目光 转移到了夜心身上 在唯清轩身上找不到突破点 那么 她只能令夜心之难而退 主动放弃了 第960章 夜心的态度 夜心 轮回至尊看着夜心 你爱我女儿吗 轮回至尊想要拆散夜心和唯清轩 夜心在一旁看着 心中也有怨气 面对轮回至尊 不再那么为手为脚 甚至连恭敬之意也淡了许多 当然 夜心将头一扬 和唯清轩对了个眼神 两人眼中 满满都是情意 轮回至尊看在眼中 却无可奈何 继续问道 爱一个人 就要替对方着想 而不是只让对方替你着想 是不是 夜心点头 是 轮回至尊道 你想通过轩儿的圣洁道体正道至尊 可你有没有想过 你能给轩儿什么 父亲 唯清轩打断了轮回至尊 我不要夜心哥给我什么 我只知道 我信得过夜心哥 把一切都交给夜心哥我心成情愿 并且夜心哥不知什么圣洁道体 圣洁道体 什么是圣洁道体 夜心亚道 他还真是不知道什么是圣洁道体 我问他几个问题 礼别插嘴 轮回至尊看了为清轩一眼 目光继续锁定在夜心身上 好 我姑且信你不知 那我告诉你 圣洁道体是女子拥有处女做星象而形成的体质 可助男子正道至尊 但是 男子也得有正道至尊的条件才行 夜心 续我直言 你虽然拥有极品神体至高星象 但的修为达不到真神极限 便达不到正道至尊的条件 而真神极限 只有度过九次涅槃的准神才能修成 你的天命不行 不可能达到 你和我女儿在一起 只会浪费她的体质 而太阴圣子 拥有太阴道体 太阴道体生在男子身上 可助女子正道至尊 生在女子身上 可助男子正道至尊 若是太阴圣子和我女儿在一起 他们的体质能够互相让对方正道至尊 武道至尊 才是真正站在武道巅峰的存在 不成武道至尊 中为蝼蚁化为尘埃 夜心 你既然爱她 就不该让她失去正道至尊的机会 你若是个男子汉 就不该阻碍我女儿的虔诚 你说 对还是不对 轮回至尊的话很诸心 这简直就是将了夜心的君 夜心承认爱为清宣 那就要为爱付出 如果不承认爱清为宣 那关系自然就结束了 前辈说得对也不对 夜心的回答却是模棱两可 轮回至尊眉头一皱 什么叫对也不对 夜心道 清宣是我的心上人 我当然希望她能够过得更好 当然希望她能够成为武道至尊 我当然不会阻碍她的前程 但是 夜心的话 让轮回至尊的嘴角开始微微巧起 但是一句但是 顿时便让轮回至尊的笑意凝固 但是 我认为最重要的 不是能不能够过得更好 不是能不能够成为武道至尊 而是 能不能够过得开心 我爱清宣 最不能做的事就是让她难过 如果清宣想要我离开 我二话不说 掉头就走 但这只是前辈的意思 抱歉 这是你的不对 我不能答应 唯清宣深吸一口气 抓住了夜心的手 我当然不想你离开 我想和你在一起 这样我才能开心快乐 不能和你在一起 正道至尊又如何 那也只是无尽的伤心与寂寞 唯清宣的目光 转向轮回至尊 父亲 你跟轩儿说过 会将夜心歌列入你心中的人血 你也向夜心歌沉默过 只要她能前来轮回戒 便凭我们来往 你怎能言而无信 让我伤心 让我难过 难道你要轩儿一辈子都像你一样 活在悔恨与悲痛之中吗 难道你要轩儿一辈子都像你一样 活在悲痛之中吗 轮回至尊的神色一阵 如遭殿极 这一句话深深的响彻在轮回至尊的脑海 直入心灵 轮回至尊闭上眼睛 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睁开双眼 好 轩儿 既然你对她用情如此至深 那父亲便给她一个机会 李叔你的夜心歌 不比那些前来提亲的天才神灵差 那好 只要她能胜过前来提亲的天才神灵 那她就是我轮回至尊的女婿 如此我也好向前来提产的至尊们有个交代 之前那么多的至尊带着后被天才前来提亲 轮回至尊都没有直接拒绝 说自己已经有了女婿 而是让她们等待答复 现在 轮回至尊若是将所有前来提亲的至尊都拒绝 说自己已经有了女婿 恐怕说不过去 其他的至尊肯定会这么想 你有了女婿 你不明说 还让我等答复 你这不是故意耍老子吗 若只是几个普通至尊 轮回至尊得罪了也就得罪了 但前来提亲的至尊 可是十数个之多 并且太阴至尊 死亡至尊 紫薇至尊三个还都是最强至尊 一股脑都结了愁 轮回圣地的日子恐怕不好过 轮回至尊自己倒是不怕 但他也得为轮回圣地的舞者考虑考虑 一大堆的至尊圣地都结了愁 轮回圣地的舞者以后还如何行走天下 再说了 就算是为了脸面 轮回至尊也得给出个合理的理由 才能拒绝前来提亲的至尊们 轮回至尊心中完美的女婿人选是太阴圣子 要让她心中认可夜心 也需要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当然不是夜心有多爱她女儿 也不是她女儿高兴不高兴 而是心够不够资格 如果夜心比其他提亲的天才神灵都厉害 那当然能够让轮回至尊从心底里 改变对夜心的态度 认可这个女婿 好 前辈 为了轻轩 晚辈愿拼死一战 夜心抱拳说道 既然是向为轻轩求亲的天才神灵 肯定不是什么老骨头 而是年轻的后辈 在年轻后辈中 夜心对于自己的实力还是很自信的 为轻轩却是没夜心这么乐观 她虽然还不知道太阴圣子的消息 但却知道 紫血枪神和九死刀神可都是七涅准神巅峰的修为 并且 还有的至尊带来的后辈天才 甚至是已经成为真神的强者 虽然真神的年纪已经不小 但在至尊面前 显然也还只是后辈而已 为轻轩立即否决道 不行 夜心哥一百八十岁 才修炼了多少年 他们都修炼了多少年 这不公平 正会有时间 计划